黑风高 灵中隐隐皱皱 两名仆役抬着凤妖的尸体边走边抱怨 小姐真是惨 老太爷一闭关便死于非命 说着两人合力将凤妖尸体抛入黑龙潭中 便快不转身离去 掉下去的那瞬间 凤妖仿佛又回到了黑暗 曾经的亲戚原来只是过眼烟云 不是一场噩梦 我 我好恨自己的单纯和傻 黑龙潭底蛟龙盘握着 瞥了一眼掉落瘦小人影 懒懒的道一句 太瘦了 吃了磕牙 还不如扔蜘蛛呢 突然一阵璀璨的金芒刺 那瘦小的身影伤散发出来 像是铁链牢牢锁住蛟龙 使他在弹中不停地挣扎 就在这时 凤妖忽然苏醒坐了起来 你难道这是什么地方 脑海记忆瞬间拔起 他是被二叔一家骗了 还被他们很心地挖了仙谷 难道这就是死后的世界 看了看自己的身体 一压 胸口的伤怎么不见了 只听啪的一声 无力盘旋的蛟龙重重摔在凤妖面前 妈呀吓得凤妖连连后退 这是什么鬼 蛟龙低声问 你是那个女师 就是你把我拉到这里的吗 蛟龙还是无法动弹 瞬间换为人形 来了个自我介绍 无乃是弹中的黑龙 名为紫渊 你是何人 凤妖被刚才一幕吓得蜷缩在那 还没反应过来 紫渊看他姿死不错 三步并两步飞奔过去 直接贴在凤妖额头 恨不得吻下去 吓得凤妖一把推过紫渊 你想干什么 呵呵你叫凤妖 还是大户人家的千金 你凤妖摸了摸自己额头 你居然知道我的记忆 紫渊傻笑道 你被骗了十年 被人挖了仙谷 还被抛尸在这黑潭 你真够傻的 还那么惨 你尽情地笑吧 你我都是这潭中的亡魂 什么亡魂 你以为你已经死了吗 你还活着呢 这里可不是阴间地府 你之所以躺在这潭地 只因你身体还吊着一口气 凤妖一惊自己还活着 再想想现在的处境 离鬼门关也不远了 紫渊说道 你想复仇 心有不甘 所以迟迟咽不下这口气 凤妖看向紫渊 想又怎么样 我的仙谷已经没了 紫渊沉默片刻道 你没了仙谷 可还有仙根 正是这仙根之力 把我拉到你面前的 你二叔一家 真是目光短浅 凤妖一问道 这是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你只要加强锻炼 仙根之上还会再长仙谷 而且更胜以往 凤妖低头叹息道 就算大嫩不死 也不知道怎么锻炼 紫渊伸出援手说道 你不知道我知道 凤妖却陷入沉思 我还能相信谁 这时紫渊担心跪地 只要我们合作 定可助你一臂 凤妖看向紫渊想起 姐姐当年也是这样的 瞬间扭头没了兴致 哼我谁也不信 紫渊微微一笑 直接拉住凤妖的手 我没你仙谷那么狠心 你放心 我是龙 对你的仙根不感兴趣 只是在这坛地带的久了 厌烦这里 也许就是命运派你来把我拉出这深渊 不如我们合作签订契约 你助我出深渊 我助你复仇 凤妖心想自古妖兽都极其骄傲 不肯屈尊于人下 何况这种千年骄龙 还没等凤妖反应 骄龙使出洪荒之力化作手链 带到凤妖手上 就是这股力量把凤妖从坛底崩了出来 灵中两人此时听到巨像直奔过去 看见一女子躺在那里 大叫道这里有人快过来 大家走近一看 是她快把她抬回去 阳光透窗照了进来 凤妖缓缓地睁开眼 只听快去青老鱼过来 凤妖低声弥喃道 这里是哪 这里是离龙坛不远的一个村庄 这都是你爷爷的人 为了救治你忙的团团转 凤妖看向手腕的紫渊一问道 我爷爷 是的 看出你爷爷挺关心你的 你的伤我帮你治好了 只是你体质太虚 需要大补才能恢复精气 这是门外传来一句妖儿 多么熟悉而亲切的声音 凤妖连忙坐了起来 是爷爷 爷爷抱住凤妖哭诉道 妖儿让你受苦 凤妖委屈看向爷爷 我是背 妖儿你不用说了 来龙去脉我都知道了 怪爷爷不好 自你父母死后没照顾好你 可万万没想到你二叔会这么恨心对你 爷爷这不能怪你 是自己太傻了才会被骗了十年 自一开始二叔他们就没有把我当亲人看待 只是基于我体内的仙骨之力 妖儿这次你能大难不死 肯定是你父母冥冥之中保佑你 爷爷奉来我答应你 此时不会就此罢休 定会让你二叔一家付出代价的 已经过去七日了身体恢复差不多 是时候回凤府了 这天电闪雷鸣 细雨绵绵 凤府的大门今日敞开着 里面隐隐传来哭泣声 来到庭院中 哭声更甚夹杂着一些说话声 怒诉声 你们是怎当奴婢的 要不是你们看护不利 遥遥怎会掉下悬崖 凤青月哭得离花待雨 爹是我的错 经不住妹妹的吵闹 带她去上乡遭遇山贼 导致马车翻下悬崖 至今尸骨无存 凤来望了眼极限殷勤的凤青月 脸上失望至极 凤玉成闻言道 月儿你糊涂啊 妖妖无法修炼 没有心魂之力 也没自保能力 你那三脚猫功夫也保护不了她 缠着你也不能答应她这无理要求 简直胡闹 若不是亲眼看见了凤玉成 凤青月这对妇女的狠毒 几乎以为他们是真的担心自己失声痛苦呢 凤妖猛的推开门 空气里火花四溅 众人被吓得一跳 只听一道清冷无温的声音 不是死了吗 是鬼啊 凤玉成灯大眼睛 看着凤妖缓缓走了进来 凤青月惊叫出声 凤妖眼里布满了震惊 语不可思议 凤妖霸气和上雨伞 眼神直视二叔一家 我还没死呢 你们就在这里给我烧纸钱 凤玉成心中一惊 她不是死了吗 被拔了仙骨 还被抛黑龙坛里 伤得这么重 怎么现在好好的 凤玉成震惊之后 晃回神来 掐了一旁凤青月 凤青月吃痛 也从震惊错了周回过神 一把扑向凤妖 开始上演一副姐妹停身 妹妹真的是你吗 你到底去哪里了 这些日子我们一直在找你 就是没有找到 都以为你已经死了 哭得跟亲姐姐似的 凤妖被这操作搞得不知所措 妖妖 你真的是妖妖 凤来身子颤颤巍巍的走了过来 边走边壳 凤玉成上前扶住凤来 爹 你不要过于激动 就在凤妖心疼的看向爷爷时 忽然凤青月 把凤妖抱得更紧了 贴在凤妖耳边威胁道 你最好不要乱说话 我现在的实力你是知道的 接着眼角挂着泪说道 妹妹这几日到底去哪了 悬崖下找到了马车 就是不见你 是有人救了你吗 这姐妹情深的一波操作下来 可把子渊给气坏了 要不是她的力量被封印了 直接把这戏精给收拾了 真能眼 凤妖低头叹了口气说道 不记得了 因为她想起爷爷在村庄的嘱咐 让她静养几天后 身体无碍立即回凤府 背好了一套说辞 回去之后 无论她们怎么说怎么演 你只管配合 她们迫害你的事 你就当不记得 目前我们这一老一幼 还不能与她们撕破脸 只能先委屈你了 想到这里 她便回答 我只记得好像做了个噩梦 醒来的时候就在一片林子里 脑子好混乱 只知道走了好久 终于到家了 凤玉成一家三口脸 似一变怎么可能 本以为凤妖会说出真相 没想到凤妖竟帮她们远谎 紫渊怒气道 七天时间你就编了句废话 她们这是在心中交流 只有凤妖能听到 凤妖默了摸手链 示意她安静 你不懂 话越少她们越迷糊 让她们自己猜去吧 快来 让爷爷好好看看 有没有伤着哪里 凤妖看着眼眶泛红的爷爷 没事妖儿哪都好好的 就是像爷爷了 这时凤玉成七上前说道 没事就好 妖妖啊 不是二婶说你 你这孩子非要闹着上山半庙 结果出这般意外 你二叔带着凤卫鱼 到处找你 害得你爷爷也跟着担心 凤玉成看凤来脸色冰冷 一把推过凤二夫人 你少说两句 这时凤来怒含玉成 凤玉成大惊失死爹 凤来双手赋于身后 不怒自威 你身为凤家家主 却至家不言 除三千仆以外 更有一千凤卫 欲为勾你驱使 这么多人却找不到妖妖 太让我失望了 爹这次是儿子的错 是儿子疏于管理 话没说完 凤来震怒到 凤府能有今天的地位 一半是你凶嫂拿命换来的 妖儿是你大哥留下的唯一骨肉 他要出什么事 你怎么面对你大哥大嫂 凤玉成好像狼心发现 立马跪下 儿子知罪 凤来皱了皱眉 把雨卫令交出来 凤玉成不舍得拿出雨卫令 双手恭敬地递到凤来面前 一旁的凤金乐器地咬牙切齿 凤来温和慈爱地看向凤妖 妖儿你接着 你自小无法修炼 遇到危险无法自保 以后有雨卫来保护你 只听你一人号令 爷爷也放心了 看着手中令牌 凤妖只觉她有千斤重 她包含了爷爷对她的爱 窃喜的是自己以后 就是雨卫之主了 凤玉成因沉着脸回屋坐了下来 跟着凤青月也怒气冲冲 近来说道 这是怎么回事 当时凤妖失血过多 已经延延一息 还被扔到黑龙潭 这伤势不可能七天就恢复了 这时凤玉成目光看向凤青月 肯定有高人相助 我已派人去查了 凤青月气得咬牙切齿 这臭丫头居然没死 还拿到了雨卫令牌 还抱怨道 爹你怎么不反抗 虽然爷爷以前是征战沙场的大将 可是现在已经老了 以我现在的实力足以对付他们了 住口凤玉成忽然动怒 你想让我背上大逆不道的骂名吗 这个家是靠你爷爷和你伯父伯母 打下来的 老爷子不问家是这些年 谁知道他还有没有什么底牌 不急 老爷子没几年可活了 等他嫁和稀去 拿回雨卫一如反掌 当务之急要弄清楚 凤妖怎么会大难不死的 凤青月郁闷 凤妖是不是失忆了 不然他怎么不当场说出真相 此时凤妖在屋里喃喃自语 自己必须尽快成长 不能让爷爷担心自己 更是要报复想要他命的人 瞬间双眉紧促 可他天生无丹田 怎么快速成长呢 什么 骄龙震惊地从凤妖手臂游向后背 你竟然天生无丹田 笑得凤妖赶紧站了起来 你怎么回事 怎么从手环跑到后背了 只是看看你是不是没有丹田 怎么你不喜欢我在你后背 骄龙边游边说 没办法 谁让我们签订了契约 没事 我是龙你是人 我对你身体没兴趣 赶紧把衣服换了 还要帮你找铸造丹田的药材呢 凤妖恶心地看着骄龙 我没法嫁人了 你这条变态龙 一出凤府 热闹繁华的街市上 人来人往凤妖便寻找城中最大的药铺 凤妖一身火红色长裙 完美地将她的身材勾勒出来 这时紫妖说道 街上好像都在盯着你看 那当然 本小姐天生丽质 随他们看去吧 紫妖惊讶道 那我刚才看你的时候 你反应怎么那么大 凤妖情绪激动凶狠道 那能一样吗 气得大步往前走 一 你不是有雨位令牌吗 怎么不带上几个护卫 凤妖地声淡定道 买药的是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目前还不确定 他们是否忠诚于我 突然 一道黑影从上方砸了下来 凤妖脸盲闪身避开 只听哗啦一声碎响 一只茶壶在凤妖面前砸成碎渣 凤妖脸色骤然一黑 抬头朝上望去 便听凌窗雅阁内 传出一道讥讽声 那九叔喊的一点恭敬之意都没有 你一个人喝茶多寂寞啊 不如小只陪你如何 刚才那壶龙井 怎么能入你的口呢 那都是平民百姓喝的 又生又色 还是喝刚打上来的精水吧 请慢用 急子燕端起杯子继续调侃道 九叔你请喝水啊 这时凤妖怒气 重重一副寻仇的模样直冲二楼 凤妖冷笑着走上前 这谁光天化日的 在茶楼里欺负一盲人 竟还是自己的亲叔叔 五皇子还真是人渣一眉啊 方才我从楼下经过 五皇子无辜拿茶壶险些 叫我砸死 我这是来找五皇子讨个说法 妃子燕脸色一黑 愤怒道 你不过一个贱名而已 也敢找本皇子要说法 还不给我滚原点 紫渊生气道 不如让我来收拾这矛头小子 凤妖不恼 文言不用我自有办法对付他 凤妖唇边 反而缓缓 站开了一抹笑容 五皇子说得对 我一借贱名 怎敢向您讨说法 我这就向您侦查道歉 妻子燕傲慢道 光侦查还不够 必须给我跪下 没等他话说完 凤妖拿起茶盏 静止走到他跟前 直接从头交了起来 只听凤妖 哎呀 我一时没拿稳 还请五皇子见谅 妻子燕愤怒 你个胆大包天的贱名 说着挥拳向凤妖打过去 这时紫渊脚一身 只听 砰 妻子燕重重的摔趴在凤妖面前 凤妖霸气道 看来只要守卫北延国的人 五皇子都不放在眼里 妻子燕心中咯噔一声 心惊不已 是凤妖的人 难道这清美绝伦的少女 是凤妖那个废物 这是茶楼里议论声不断 他们是五皇子和凤妖千金 连当今圣上都敬重凤妖 没想到五皇子敢欺负凤妖的人 妻子燕心之凤妖虽然是个废物 可背后的凤妖不可得罪 原来是凤妖三小姐 失礼失礼 刚才一时失言 茶壶也是一时失手 还望三小姐莫借意 喝凤妖冷哼道 原来一时失言 就可随意辱骂我凤妖 随即走到窗前 你的一时失手便可取我性命 看来五皇子无意认错 直接抱权威胁道 那我今日只好去向陛下讨个公道了 妻子燕一听急忙上前 凤三小姐本皇子是真心想道歉的 要不待会命人给你送上赔礼 你看如何 凤妖浅笑着竖起一根手指 好一万两黄金 妻子燕见凤妖一开口一万两黄金 不由的师生大喊道 你怎么不去抢 凤妖忽然捂住心口 一副黯然神伤的模样 我觉得有些心计 头疼 可能刚才被吓得 恐怕要找陛下求安慰了 妻子燕咬牙 稍后命人给凤三小姐送上赔礼 见过打劫的 没见过明目张胆打劫当朝皇子的 怒气重重瞪了凤妖一眼 转头便走了 凤妖敏唇一笑 那我便在府中恭候五皇子 这下买药的钱有了 二楼的雅间顿时便安静了下来 凤妖目光一转 凤妖见识过九王 九王不介意我坐下来喝杯茶吧 说着坐了下来 给自己倒了杯茶 品着了起来 你都已经在喝了 何必问我的意见呢 呸一个废皇子喝茶 就不怕给自己惹上麻烦吗 凤妖抬头盯着对面的姬黎渊 在凤妖眼中 殿下可不是什么废皇子 据说以前姬黎渊是北国的战神 年上一战成名 征战沙场 所向披靡 立下战功赫赫 只因十年前遭受敌军埋伏 导致残疾 据说没毁容前 可是无双城的美男 整个北阎国无人能及 吉黎渊感受到对面的少女 这目光灼灼的盯着自己 她抬手准备拿桌上茶壶 却有意双手比她的动作快 瞬间双手触电 两人同时愣住了 凤妖赶紧蒸了一杯热茶 双手恭敬的递到她的面前 说凤妖只知道 九王跟我爹娘一样 都是保家卫国的英雄 吉黎渊微微一愣 没想到凤妖竟主动给她侦查 自战败以后 无双城中那些贵女们 对她都唯恐必知不及 吉黎渊仅是愣了一睡 便伸手接过凤妖递来的热水 换声说道凤三小姐 不去外面逛街 陪我一废人饮茶 不怕对你名声不好吗 凤妖轻声一笑 世人皆知凤家三小姐 是个无法修炼的废物 客死双亲客的自己 亲大哥重病 不得去远在一养老宅养病 九王你还觉得我名声好吗 与我喝茶你才要小心眼 紫渊这时感觉很奇怪 眼前这人明明眼镜残疾 却给我一种很强大的样子 随机调侃道 既然你们两个都这么惨 不如一起搭伙过日子得了 凤妖心中说道 你在胡说什么的 凤妖不等基黎渊回答 诗然起身 九王我还有事去集市一趟 便先告退了 透过白色布条 基黎渊望见少女鲜细轻瘦的背影 缓缓消失在楼梯间 她唇脚不油的扬了扬 谁说凤家三小姐 大肆不识几个 是个一无是处的废物 看她的心智口齿一点都不弱 凤妖该不会是 太子的那个未婚妻吧 一开茶楼后 凤妖便去了城中最大的药铺 走进药铺 凤妖抬手便甩出一张药材清单 伙计结果一瞧 都是顶级珍惜药材发了 姑呢 您稍等 小的这就为你准备药材 突然凤妖被一盆紫丝花朵 吸引了紫仙草 老板说道 姑娘这花没有名字 一半已经枯萎了 要是喜欢就送您了 凤妖开心道 谢谢老板 出了药铺紫妖一问道 药铺老板都不认识这花 你怎么知道的 凤妖低下头说道 曾经在囊留下来的医书见过 紫仙草食炼制住盐丹的极品 时间难寻 可惜就是快死了 卧囊给我留下不少手 写医书 上面记载着 医书 炼丹术 制读术等不少知识 每次想他们就会看书 如今早已熟烂于心 紫妖心疼道 多可怜的孩子 以后本笼罩着你 定能让你名扬天下 凤妖一脸嫌弃 你靠得太近了 本小姐早已不是孩子了 紫妖嘲笑道 你武力直几乎为零 跟孩子没啥区别 哼 等我重塑丹田变强 看你还笑不笑我 凤妖决定等天黑再去黑市 看看能否买到售货 黑市中人来人往 十分拥挤 鱼龙混杂 混合着各种奇怪的味道 这是凤妖第一次来黑市 特意换上一身男装 只是心中有些紧张 同时又有些好奇 凤妖往前走了一段时间 发现一大叔双目紧闭 他身前摊位上 只有一个特制玻璃瓶 瓶中装着一团紫火 紫色火焰下瓶中摇曳 凤妖心中响起紫渊的声音 是九阶紫金湖的售火 用它创造丹田 会比普通人强大数十倍 凤妖上前询问 大叔这紫金灵湖的售火怎么卖 不卖大叔闻言睁开眼 神似淡漠地扫了凤妖一眼 要就拿护心丹来换 凤妖一正 护心丹即便是在无双城内 都十分难寻 只有皇宫和药阁 才有一名一品丹药师 才能炼制成这丹药 凤妖正想着能不能说服他 用其他名贵丹药来换 就在这时一道清亮的女子声音响起 带着三分高傲这时候火 我要了 凤妖抬头望去 面具下的眉头不由的轻轻骤起 来人竟是凤青月 居然太子殿下姬子君也在 太子哥哥你在看什么 太子疑惑到 那人的眼睛跟凤妖有些想 自凤妖出意外就一直没去看她 这时凤青月撒起娇来 妹妹身体还没痊愈 你去也不方便 等她方便见客了你再去看她 妹妹会理解你的 看着凤青月娇柔作作的模样 凤妖心中很是鄙视 这时紫月说到 你和太子不是有婚约吗 哼只不过是戏言而已 自我遇险之后 她就不曾关心过我 原来忙着和凤青月约会 这样也好 反正我也不喜欢她 紫月以为凤妖这是伤感 安慰到你还哭吧哭吧不是罪 气得凤妖咬牙切齿恨不得捶死她 这时凤青月走到摊尾前 从怀中掏出一小瓷瓶 这时二品丹药比护心丹药高出一个品级 可这大叔还是不换 凤妖一旁纳闷 二品丹药可以巩固心魂 对任何舞者来说 吸引力是十分巨大 她竟然不换 凤青月忽然大吼道 你是不是有病这么高的品级也不换 大叔皱了皱眉 但她并没有发怒 而是神色淡漠扫了凤青月一眼 只要护心丹 不要赔元丹 凤青月顿时桌子一拍 怒叫道 你可不要不识好歹 今天这收获 你不换也得换 这时紫园感应到凤妖有办法了 顺带夸了自己眼光好选对了主人 凤妖看不惯上前说道 黑市交易是有规则的 不满足摊主的条件就无法交易 难道这姑娘想打破规则 在众目睽睽之下 强买强卖马 围观众人意味纷纷 凤青月顿时跳了起来 你个矛头小子 你知道我是谁吗 这时太子俩没紧锁 转身离开 凤妖笑道 你那个哥哥觉得没面子走了 赶紧去哄哄他吧 凤青月一看转身追了过去 太子哥哥等等我 月儿刚才有些急了 可实在急需这受火 这时人也散去凤妖走到摊位前面 问你拒绝这名贵的丹药 却只要护心丹 想必是为了救人吧 凤妖常言道 那位病人的病情十分危急 应该连大夫也无力回天 然而你不知道 就算是护心丹 也不过多维持三个月性命罢了 大叔与其用护心丹 不如让我试试 或许我能治好那病人 那男子对凤妖印象比较好 觉得这小兄弟性格温和谦功 随后将凤妖带到他母亲的住处 只见床上躺一妇人 约五十左右 两病斑白 脸色拉黄 额头眼角堆满了皱纹 两眼紧闭 气息虚弱至极 若不细看 几乎误以为已经没气了 凤妖上前拿起妇人的手 给他耗卖 你母亲因长年劳作 导致身体亏损 再加上一场重病 说着拿出他囊留给他的衣闸 准备失针 你母亲的五脏六腑一衰竭 如不一致 怕是活不过明天 开始给妇人失针 分别在八脉中的八个大学上 刺入了银针 男子看着凤妖的手法 越看越震惊 这好像是失传的乾坤八卦针 是万花骨的传承针法 难道他是圣衣骨的传人 不是说被灭门了吗 此时妇人缓缓睁开眼 凤妖这才暗松一口气 只见妇人脸上不再有死气笼罩 呼吸已经慢慢平稳下来 这才一脸疲倦地站起身来 男子一把拉住母亲的手 跪在母亲面前 激动地哭诉道 娘你终于醒了 儿子很担心你 紫渊精一道 你竟然能帮他接引天地灵气 凤妖淡淡说道 人有阳气则生 无阳气则死 我只不过帮他接引一下 厉害吧 男子将妇人慢慢俯靠起来 妇人看着莫泪的儿子 心疼道 好了好了囊 这不是醒了吗 凤妖看妇人已无大碍 拿着寿火走到门口说道 让你娘好好休息 切记不要让她过度操劳 皇宫之中装饰的 真是一片富丽堂皇 要不是清帖上说了 所有女眷都必须参加 真是懒得参加姬子军的生日宴 凤妖趁着宫宴还未完全开始 便到附近玉花园走走 紫渊抱怨道 这太子生辰宴 居然没有东西投窝胃口 凤妖轻声道 你是龙马 这些东西你是不会有食欲的 妖妖突然一道男子温柔 清润的嗓音在身后响起 在这寂静的夜色中极其清晰 这声音是姬子军的 哎真是怕啥来啥 凤妖回头望去 便望见一袭精美衣袍的 姬子军在身后 真是贵气逼人 凤妖先是服了服身 才问道 不知太子殿下换我何事 姬子军走上前 眉宇间一片温柔道 妖妖 你最近做什么去了 为何许久都不见你 你可是还在生我的气 凤妖淡淡答道 我是在府中休养 若太子殿下无事我便告辞了 说完凤妖转身欲走 姬子军瞬间拉住凤妖手腕 妖妖 我到底做错什么了 你会这么讨厌我 故而疏远我 凤妖狼狼一笑 太子殿下没有做错什么 只是凤妖意识到 与太子殿下之间的差距而已 姬子军目光哀伤地望着他 你非要这样吗 你放心 虽然不能迎娶你为太子妃 但是我会纳你为侧妃 给你太子妃一样的礼仪 还如以前那般宠爱你 但绝不会与你退婚 凤妖一把甩开姬子军的手 勾唇一笑 太子殿下不必如此费心 说着辩解下腰间的玉佩 塞到他手上 这不属于我 如今是时候还给你了 不管姬子军的脸色 便转身离去 望着凤妖毫不犹豫离去的身影 姬子军眉头越皱越深 都答应给他最好的尊容 为何他还不满足 凤妖月是来寻姬子军的 没成想听到了他们的对话 眼里满是恨意 你明明只是一个废物 为何太子殿下的心理却只有你 此时姬黎渊也恰好路过 安静地坐在轮椅上 仿佛远离城市的宣起 陆成军看向姬黎渊 这凤家三小姐脾气还真不小 天生吴丹田却想要当太子妃 还想姬子军一人独宠 宴会就要开始了 就在陆成军以为自家主子 不会说话的时候 只听姬黎渊的声音淡淡响起 他若真想要一人独宠 想要诠释地位刚刚便会答应了 走吧 凤妖回到座位上没多久 太子生辰宴会便开始了 姬元锐在上方的单臂上坐下 将皇后在凤椅上落座 宫宴自然少不了有歌舞助兴 文武百官义士知道 今天是太子挑飞的日子 也是与凤妖解除婚约的日子 所以那些未出格的少女们 是卯足了敬表演 希望得到陛下和皇后的青睐 直到所有贵女都表演完 将皇后称赞地笑道 都是文婉可人 从会大方的孩子 陛下宁觉得呢 姬元锐笑着点头 皇后说的是 可见爱卿们将孩子都教得极好 不过朕觉得最优秀的 还属凤家二小姐 听闻她已是一心五师地境界了 前几天又觉醒了仙谷 这天赋真是百年难得一见 凤卿月一脸大方弯弯地 从位置站了起来 敷了扶身 笑着回答 回陛下 臣女只是运气不错 前几天刚刚突破 将皇后迫不及待到 陛下凤府二小姐极为不错 如今又觉醒千年难得一见的仙谷 最佳人选 一旁德贵妃笑道 姐姐 臣妾怎么听说 太子殿下和凤府三小姐凤妖子 又定下了婚约啊 臣妾记忆不好 不知是否记错了 将皇后的脸色瞬间微沉 此时姬元锐眉头一皱 眼里带着一丝警告之意 看向德贵妃 德贵妃并没有害怕 扯住姬元锐的衣袖 撒娇道 陛下臣妾只是随口一问 臣妾这也是为了 北盐国的声誉着想 姬元锐也考虑到 他父母战死沙场 若这样退了婚 会含了天下白信的心 于是姬元锐便唤到 凤府凤妖何在 凤妖无视周围众人各异的神色 他一脸坦然地走上前 朝姬元锐行了一礼 到陛下臣妾凤妖 众人有些同情地望向凤妖 有这么好的交融 不怪太子殿下恋恋不忘 可惜是个无法修炼的废物 姬元锐说道 凤妖早年皇后一句戏言 让你与君儿定下婚约 但你如今无法修炼 而太子妃贵为未来国母 是需要陪着君儿一起修炼 一同征战沙场的 所以朕打算封妮姐姐凤卿月为太子妃 封妮为太子侧妃 你意向如何 其料凤妖却一口回绝了 谢陛下好意凤妖并不想进太子府 凤妖自知天生无丹田 无法修炼 无法助太子殿下 更是配不上太子殿下 所以将信物已归还太子殿下了 姬皇后见凤妖这般配合 觉得凤府三小姐是十大体之人 恳请陛下另外替他择一凉续起步两全其美 姬元锐目光扫视了周围一圈 看向那些皇族贵婷未婚的少年们 只见他们低手垂眸 全部装起了鞍唇 众人窃窃思遇到凤妖虽美 但终究只是一个无法修炼的废物 他和太子殿下有过婚约 太子看他的眼神似乎余情未了 敢和太子抢女人 到时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凤卿月见无人敢娶她 心中很是不畅 忽然目光一转 落在了旁侧坐在轮椅上的姬黎渊身上 瞬间上前跪倒在案前 迎应一拜陛下陈女有个建议 九王殿下曾为了北盐国征战沙场 出生入死 如今却一直未娶已过世婚年龄 不如陛下将我妹妹指婚给九王 成就一桩美谈 姬元锐双眼亲密 看向轮椅上的姬黎渊 眼里露出思索之色 姬黎渊淡回答 陈弟乃是一废人 有何资格娶妻生子 凤妖见姬元锐完全没有过问自己的意思 这婚事是推脱不了了 凤妖干脆地说道 九王是为了北盐国百姓受伤的 为何没有资格 能嫁九王是臣女的福气 这可把紫渊疾坏了 你是认真的吗 姬皇后道 陛下看来咱们北盐国可是要双戏临门了呢 姬元锐见姬黎渊和凤妖都答应了 她笑道 如此便将九弟和君儿的婚宴安排在同一天吧 姬黎渊神情淡淡 侧手看向凤妖方向 心中划过一抹诧异 凤妖答应得这么干脆 倒是令她有些吃惊 回到嘲讽格中 凤妖让羽为徐哲在院中守着 任何人不得入内 凤妖将受火吸入体内存放在丹田中 浸泡在药狱里 只为更好地压抑这受火 紫渊看凤妖痛苦的表情 心疼到火焰已入体 会瞬间将你撕裂成两半 这种痛苦你一定要忍住 否则会被火焰犯事烧成灰烬的 凤妖紧紧地咬住牙关 但全是痛得忍不住哆嗦了起来 看着凤妖身体温度再度升高 浴桶中的水都已沸腾 看来只能渡星魂之力给她了 这可让紫渊纠结了 渡星魂之力必须与她手掌相对 还要与她做同一浴桶 看着她受这种剧烈的折磨 简直是地狱酷刑不由的心疼主人 罢了罢了 虽然自己是一条截身字号的好蛟龙 从不乱来 这次就让你占点便宜吧 紫渊正准备进浴桶中 突然院外响起一阵谈话声 以及破门而入的声音 紫渊大惊 当下顾不得其他 变化成一条迷你小蛇趴在墙角 一动不动 什么凤妖吞了兽 火把自己关在房间七日 你怎么不早说 凤来一脸震惊而愤怒地看向徐哲 徐哲冷酷的脸庞露出担心 主人命令不让任何人打扰他 凤来推开门 顿时一股炙热的气息迎面而来 便察觉到问题所在了 可这一时间 去拿找实力身后且能进妖妖房间的人啊 就在凤来集的六神屋主的时候 身后响起了姬黎渊的声音 凤老爷子 若是你信任本王 不如让本王一事 凤来文言不由一愣 转手看向姬黎渊 沉吟了片刻后 点头答应 妖妖就拜托九王了 九王是妖妖的未婚夫 如今最适合的人 确实只有九王了 说着一把推过路成军 直接推着九王进屋 之后便立刻转身 出了房间并关上房门 姬黎渊抬眼瞥了眼角装死的紫渊一眼 抬手一挥 紫渊顿时便做了一道黑影 被抛出了窗外 靠 这人不是瞎子吗 还没等紫渊反应过来 只听 哼 下一刻 窗户被关了起来 紫渊被摔七魂八素 只能心中破口大骂 姬黎渊望了眼浴桶中的少女 屋内水雾中疼 使一切变得萌萌梦幻起来 姬黎渊身形移动 略进了浴桶中 她双手中心魂之力涌动 队长拍在凤妖的双掌 顿时一股股精纯的心魂之力 灌入凤妖的身体 凤妖只觉有一股磅礴 而强大的力量进入体内 帮她一同压制着紫金灵壶的售火 不知过去了多久 姬黎渊明显感觉到 凤妖身上的温度正以肉眼 可见的速度下退着 凤妖心中疑惑 还不待她细细感应变头意歪 直接倒在姬黎渊的怀里 昏厥过去了 此时姬黎渊一把抱起凤妖走出浴桶 阵阵骇朗 她竟然不要命的在吞噬售火 难道是为了修炼 刚才的情况看着好似万分凶险 在她出手后才发现 其实她已经将售火压制在了下风 若没她插手 她也能化险为夷 凤妖醒来后 已是两天后的事情了 凤妖见自己躺在床上 身上衣服干净整齐 可她什么都不记得了 她不由地坐起身来 看向蜷缩在自己手腕上 犹如一只黑色玉琢的紫渊 疑惑道 是你帮我换衣服的 但想后空气中才想起 不是我 紫渊有气无力说道 是那个瞎子 凤妖眉头清明 诧异道 怎么会使她不由报警了 仅被护在胸前 凤某瞪的老大 那我岂不是曝光了 紫渊怒道 没错 那小子就是趁机占你便宜 他居然敢把我这千年 蛟龙从窗户扔出去 凤妖脸色一黑 沉默片刻 缓缓说道 没事的 他双目失明 什么都看不见 凤妖不再纠结此事 而是一脸兴奋道 是不是今天开始就能修炼了 紫渊连胜道 对快运转功法试试 话落 他便盘腿而坐 闭上双眼 只要运转功法 吸收天地的心魂之力 引入体内 丹田中便会立刻 窜出一股紫金色火焰 这一幕令紫渊惊诧不已 震惊到凤凰涅盘 仙谷重塑 你拥有的是凤凰仙谷 而凤青月的只是普通仙谷 传说凤凰可涅盘重生 没想到凤凰仙谷 竟然也可涅槃重生 屋内所有的紫金色光芒消失 尽数收纳归引到了凤妖体内 凤妖这才睁开了眼睛 凤妖兴奋道 有了凤凰仙谷 我的实力将会进步更快 再也不是吴丹田的废物了 用不了多久便可以报仇了 紫渊眼神坚定地看向凤妖 赶紧去觉醒新魂吧 凤妖连忙点点头 对紫渊的话是言听计从 虽然紫渊是一条蛟龙 却活了千年 知道的自事比凤妖多 凤妖压抑心中的激动 再次闭上眼镜 她按照紫渊所说 将自己的神势慢慢地放出体外 试着去感应浩月星辰 选择与你契合度最高的 那才是最适合你的星魂 凤妖的神势畅游在群星之中 发现了一颗与自己 契合度最高的星辰 那星辰竟是凤凰星魂 还是火凤凰的星魂 凤妖释放出自己全部的神势 慢慢地将那颗星辰包裹为龙 而后彻底将那颗星辰吞噬 再凤妖努力尝试了数十遍 一次次的失败 一次次的继续 只见那深邃无影的星空中 万千华光涌动 那星辰化作一只火凤的影子 自九天飞落 飞进了凤妖的身体中 紫渊兴奋得大叫 太好了 你觉醒的第一只星魂是火凤凰 再配上你凤凰星骨 你日后必是人人羡慕敬仰的武神境界 凤妖第一次见紫渊这么激动 紫渊的话让她很感动 兴奋过后的凤妖渐渐愣静了下来 她看向紫渊问道 紫渊你是什么星魂 紫渊说道 我们妖兽是没有星魂的 因为我们的本身就已经是妖兽的形态了 凤妖诧意道 既然你没有觉醒过星魂 你为何对星魂了解的那么清楚 因为我的前主人 紫渊眸光清垂 结语遮住了她眼底的一抹泪 凤妖伸手拍了拍紫渊的肩 安慰道 以后你有我 我会努力修炼 也会保护好你的 说着一把搂住紫渊 到时候等我成了武神 我就陪你去找那些封印你的老家伙们 帮你报仇 紫渊抬起头来望向凤妖 瞬间眼里的伤已经消失不见了 好一言为定 凤妖再来一隔一呆就是两天 翻看了不少书籍 只为了没有丹田的妖妖 看看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助她修炼丹田 这时只听爷爷凤妖瞬间回头 妖妖 再望见一身完好无损的凤妖 脸上紧绷得神情不由地松了几分 但是看起来依旧十分严厉 凤妖笑盈盈地走了上去 抱起风来胳膊撒娇道 爷爷这几天让你担心了是妖妖的错 凤妖严肃道 妖妖你如实告诉爷爷那天的事情是怎么回事 你知道那天是多么的危险 望着眼前关心自己的老者凤妖说道 不知爷爷可否听说过 天生无丹田者可以创造丹田的 文言 凤妖脸上露出震惊之色 创造丹田曾经听你母亲提过 此事过于精致害俗 没有方法 所以不知真假 凤妖笑道 爷爷那几日我闭关 便是在创造丹田 而且成功了 凤妖惊讶道 你创造了丹田 凤妖心知创造丹田凶险无比 那温度高的吓人 仿佛激热火炉一般 凤妖并没有追问凤妖是如何创造丹田的 而是一旁坐下 雨虫身长的嘱咐道 你能修炼仪式 先不必声张 毕竟创造丹田仪式太过精致害俗 如若此事一旦传出 必定会为你惹来许多不必要的麻烦 凤妖浅笑道 爷爷是我最亲的人 所以我才告诉爷爷爷的 雨虞是我爹爹曾细心培养的属下 你们都是我最亲的人 除此之外 我不会告诉任何人 爷爷你就放心吧 那天好在后来九王出手相救 不然后过爷爷都不敢想 你挑个空闲时间上九王府去拜谢一下九王 凤妖乖巧的点了点头 知道了爷爷 凤妖直接去了九府 府门口仅有两名侍卫守着 街上过往的行人 看见九王府都像见了猛兽一般 远远避开 凤妖走到府门前 报了名 只见一老管家眉目慈祥 原来是凤三小姐来了 李面请 王爷正在院中休息 我这就领你进去 老管家的热情让凤妖一愣 不是都说九王府的冷酷无情吗 热大九王府竟没有一个婢女 全是男仆 而且人数也不多 凤妖跟着老管家进入了主院中 远远的便望见院子那树盛开的桃花树 纷繁美丽 院内洒满阳光 树下落满粉丝花瓣 只见修长孤寂的身影坐于轮椅之上 似乎看着眼前的桃花发呆 可什么也看不见 却又好像能见万物 老管家上前轻声禀报 王爷凤三小姐来了 吉里渊脸上并没有什么多余表情 神色淡淡的点了点头 凤妖走上前 那日多谢你出手相救 望着轮椅上的九王心中很是疑惑 他是腿残眼瞎马 那是怎么救出自己的 只听那日我正巧路过凤府 想着去看你一下 没曾想遇到你 抱歉 吉里渊话还没有说完 凤妖似乎想到了什么 瞬间脸庞微微泛红 连忙说道 你不必道歉 你是为了救我的命 今日我是来报恩的 不过凤妖不知道该如何感谢你 不如替你把把脉把 看看你的病 吉里渊危症 没想到凤小姐还是个医师 只是我这腿和眼睛视致不好的 已经坏十年了 顿了顿 吉里渊还是伸出手 那就有劳凤小姐了 凤妖坐下便替吉里渊把脉 过了许久 凤妖才松开手 又道可以解开你眼睛上的布条吗 吉里渊没有回答是否同意 只是说 我想问凤小姐一个问题 凤妖笑道 是想问我为何同意陛下的次婚吗 我若是拒绝 那便是抗制陛下也会给我指婚其他人 吉里渊低下头 可本王腿残眼瞎 是个一无是处的废物 凤妖展颜一笑 道那又如何 我也是个废物 天生无丹田 终生无法修炼 正好以后谁也别嫌弃谁 凤妖的话令吉里渊不由地轻勾了钩唇 她抬手解下 蒙在双眼上的白色布条 煞是一双狭长清澈的眼眸 呈现在凤妖眼前 那是一双十分美丽的丹凤眼 眼瞳清澈淫似高山流水 不含一丝杂质 然而这双凤眼之中却没有焦距 凤妖仔细查看了吉里渊的双眼 一旁的管家半喜半忧地问道 凤三小姐 我家王爷的眼镜和腿还有的质码 王爷的眼镜是以前中毒所致 因毒素未清除干净导致失明 若能清除完 或许可以恢复光明 凤妖的话令老管家惊醒不喜 她一脸欣喜激动地问道 那王爷的腿呢 凤妖沉吟了一下道 王爷的腿要严重很多 王爷双腿上的经脉均已坏死 想要重新站起来恐怕很难 凤妖渊微笑道 无妨若能治好眼镜也是极好的 凤妖快速写下一张药方清单交给管家 待你寻到所有药材之后 我便再来给九王整治 次日清晨凤妖便收到九王府的传信 短短一个晚上 药材就搜集好了九王府的动作真快 凤妖如约来到九王府 凤妖渊早已在树下等着了 凤妖微笑走到凤妖渊面前 九王今日先替你针酒 凤妖渊淡淡点头已是知晓 凤妖拿出迎针先是刺入凤妖渊的百会学 然后精明学接着刺入天冲学和风指学中 有感觉嘛 少女清脆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凤妖渊点头有 凤妖心中一喜 连忙凑上前问道什么感觉 凤妖渊微正 脸上浮起一抹微红 她不着痕迹地扭开头 似乎有一股热流从丹田冲至脑海 而后置我双眼附近 凤妖并没发现凤妖渊的异常 她双眼中漫上了一抹喜色 看来这套针酒之法有用 以后每天为你针酒 再帮你配置一副药膏敷衍 一月后再看成效 清亮的声音中却带上了前所未有的坚定 你救了我 我自会想办法治好你的眼睛 几妖渊的声音不似往日的清冷 似带上了一丝温暖 若是治不好 凤小姐也无需在意 凤妖将熬好的药膏用布条包好 轻轻地敷在几妖渊的眼睛上 叮嘱管家一些注意事项 这才离开九王府 便回到凤府 才踏进凤府的大门 就见院中摆满了香盖开启的上等绸缎或是珠宝 还有箱中装着名贵的药材 凤青月一家三口站在院中 满脸喜悦 尤其是凤青月 她伸手从那精致的绸缎珠宝上扶过 最后落在那名贵的药材 眼里满是喜色和得意 陆是瞅了眼从府外而入的凤妖一眼 高调到看来太子殿下真的重视咱们月儿 连药材都送来好几箱 还都是上等名贵药材 然而凤妖视若无睹地从她身边走过 和这等幼稚的把戏真的好笑 站住凤青月横眉愣对 拦在了凤妖的面前 凤妖无语地停了下来 只听紫渊说道 哦吼 他们今天这是故意找茬 凤青月只高气扬地望着凤妖 我知道太子哥哥放弃了你 改取我 你心中愤愤不平 可你要接受现实 文言凤妖的嘴角不由地勾起 一抹嘲讽的弧度 凤青月 你何时见我愤愤不平了 放肆凤青月顿时文言大怒 一把抓住凤妖 你竟敢骂太子殿下不是东西 以下犯上究竟是何居心 凤妖甩开凤青月浅浅一笑 我可没说过 骂太子贬低太子的是你吧 难道这是你真心话 凤青月勃然大怒 巧言吝啬看我怎么教训你 她抬手想朝凤妖的脸上挥去 却被凤妖抬手挥掉 而后只听她的一声闷响 一巴掌重重地落在凤青月的脸上 直接把凤青月给打懵了 凤青月脸庞立刻浮现五个通红的手指印 这才回过神 她的眼神英质几乎要发疯 凤妖你个贱人居然敢打我 啪凤妖抬手又是一巴掌 甩得快又准 使得凤青月尖酸刻薄的脸庞显得争鸣恐了几分 凤妖看向凤青月真正放肆的人是你 你就这般与你黄沈说话的吗 陆世纪的双眼通红像是要吃人一般 只向凤妖反了你了 来人把他给我抓起来 随着他话落下 便立刻有两名粗壮的护卫走了过来 望着朝自己走来的两人 凤妖的脸上毫无距异 嘴角挑起一抹邪魅剑狂的冷意 甚深 凤青月对我出言不逊 以下饭上这是在替你们教训一番 我可是他的审舍啊 怎么莫不是你们的眼里都没有九王 才会把我这个九王妃不放在眼里 凤妖诚自始自终都没有说话 用他那双阴沉锐利的眼眸打亮着凤妖 凤妖你若想好好活着最好学乖一点 否则你可不一定能如愿出嫁 凤妖冷声嘲讽是又想挖我的骨吗 凤玉成吃惊道你果然记得 陆世杰话道哼可不是挖骨那么简单 他指高气扬目光冰冷地望着凤妖 凤妖毫不畏惧地迎上他们的目光 你们该知道我既然活着回来 那便不会再任由你们摆布 此刻紫月眉眼染上一丝伤感 该死只怪自己被封印了 不然绝对帮小丫头出气 凤妖抬手既然都已撕破脸 心仇旧恨都在 他也没有必要与他们虚语为疑 院中的气氛变得僵硬起来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杀气 只听府外传来一阵脚步声 凤玉成立刻收敛起一身的怒气与冷意 只见近百名身穿统一黑色铠甲的兵足 抬着一只只大箱子走了进来 当先一人身材心肠面容冷酷 正是平日跟在姬黎渊身旁的陆成军 凤玉成脸上亦是患上了和善的笑容 陆统帅你怎么来了 凤我家王爷之命来给凤三小姐下聘礼的 陆成军不顾凤玉成一家三口的脸色 他自怀中拿出一张单字便念了起来 南海夜明珠一百颗 鲜云伤五百匹 听着陆成军爆出那一串串的数字 陆是看着这么多好东西 只觉胸口一阵剧痛 凤青月更是嫉妒 该死那个瞎子怎么这么舍的 凤妖意识不可置信的瞪大眼镜 脸庞上满是错愕 紫渊笑道 火这么多宝贝 有的都没见过 眼看太阳都落下了 陆成军足足爆了一个时辰 搞得口干舌燥 共360台的聘礼清单终于报告完毕 便将清单交给凤妖 请凤三小姐收下礼单 凤妖笑着接过礼单 九王府还真是有钱啊 我家王爷说了 愿清静王府所有财物 只为娶凤小姐为妻 凤妖神似微变 传言机离约冷情冷心 一生无爱 整个王府更是连侍女都没有 她居然会说出这样的话 陆成军意味深长地看向凤妖 希望凤小姐能忘记前程王室 专心带我家王爷 前程王室说的怕是姬子军吧 凤妖脸上难得地露出认真知色 陆统领放心吧 请转告九王爷 他不负我 我定不负他 陆成军满意地点了点头 大声说道 王妃若以后有哪个不长眼的惹恼了您 您尽管跟属下说 属下定会教他如何做人 凤妖望了眼 脸色铁青 敢怒不敢言的凤玉成三人 只觉心情甚好 笑道好 没想到姬黎冤进出手如此寇绰大方 哎呀 这么多东西改天再让雨未来给我搬回去 这些可都是好东西 若不好好藏着 指不定哪天就会被偷走 凤青乐器的咬牙切齿 凤玉成也没了嚣张气焰 妖妖说的是 这可都是难得宝物 定要仔细存放 凤妖转身得意道 还是二叔识大体 我就不打扰二叔一家 清点你那120台的聘礼了 紫渊神色不屑地撇了撇嘴 狗障人士的感觉真爽 凤妖眯眼笑道 呵你才是狗 此后几天凤妖每天给几离渊针灸敷药 可她的眼睛除了热流外 依旧看不见凤妖不停翻看医书古籍 终于找到一种名为原生丹 若能炼制出来便可治好她的眼疾 几离渊四看到她皱起的眉头 薄唇轻勾起一抹轻笑 这不好变质不好 我下了十年早已习惯 凤妖望着她眼睛上的布条 九王爷你是北延国的战神 保护了北延的百姓 即便十年前那次失败 也不是你一个人的错 你不要再责怪自己了 此刻少女的话如投进湖中的石子 在几离渊心中泛起了一道波澜 凤妖看着她那清冷俊美的脸 严肃地说道 我说过会治好你 就一定会治好你 这是她自腿残眼瞎以来 第一次有人在乎她的眼镜 在乎她的心情 更是把老管家给感动哭了 王妃虽无法修炼 却是个好人啊 凤妖突然转身 走到陆成军的面前问道 有空闲的院子吗 我想要试着炼丹药 几离渊文言脸上露出惊讶之色 试着炼丹 她天生无丹田 无法修炼 也没有胡属性 她该如何炼丹 陆成军没有立刻答应凤妖的话 而是转手朝几离渊的方向看了过去 凤妖心想 若是在凤府中炼丹 必定会被凤玉成一家三口之道 将会引来不必要的麻烦 几离渊道 带凤小姐去旁边的院子 再为凤小姐准备炼的药材 老管家乐呵呵道 王妃对你可真好 竟愿意为你去尝试炼丹 凤妖谢过酒王 便一头钻进了隔壁的院子中 再也没有出来 一颗星全部铺在了如何炼丹上 凤妖抹了把脸上的汗水 一抬头发现外面已经天黑了 只见一轮明月高高的悬于天际 忽然凤的一声巨响 屋内对石金光四射 凤妖急忙打开门 黑浓烟从屋内滚滚而出 呛得凤妖咳了几声 怎么会这样 凤妖不满地皱起眉头 一天的时间才彻底掌握炼药 还是太慢了 紫妖急忙说道 炼丹药循序渐进 莫操之过急 紫妖惊叹道 你很有炼药天赋 然后抽了抽嘴角 人比人气死人 想当初我跟在主人身边 一年半才会炼制药业 这是屋外传来一阵敲门声 凤妖走上前开门 只见陆成军推着几离渊过来了 几离渊关心道 凤小姐刚才听到了声响 没出什么事吧 凤妖浅浅一笑 让九王见笑了 刚才过于心急 出了点小意外 几离渊道 如今已是自食夜深入众 凤小姐不如今晚在府中住下如何 若现在你这副样子回凤府 免不了要被做一番文章 凤妖接过陆成军地过的时何 若九王不介意 可否借一套衣袍与我 几离渊命人准备了热水和衣袍 凤妖便去沐浴了 凤妖沐浴浴完后 换上干净爽朗的衣袍 这才从屋中走了出来 凤妖唇叫清明 多谢九王 陆成军见凤妖衣袍脱地了 连忙跟王爷解释 府中没有丫鬟 所以没有女子衣物 怠慢了凤三小姐 凤妖微笑道 没事 我还要感谢九王不介意 借给我衣袍呢 说着正想回屋休息 不料一个不小心踩到了衣袍 只听 吓得一声 凤妖整个人忍不住往前跌了出去 而后直接扑在了几离渊的怀里 几离渊条件反射地接住了凤妖 双手不绝间搭在了她的腰上 凤妖浑身一阵 双眸不可思议地瞪得老大 愣扮想才回过神 慌张地站起身来 她那白皙清丽的脸庞上浮上了凉墨娇羞 我 我不是故意的 这衣服太大了 凤妖慌张地站起身来 羞涩到这衣袍做工太好了 就是穿在身上太大了一点 几离渊 神色如常 摆了摆手 无碍 早些休息吧 说着便让陆成军带凤三小姐去客房 偌大的王府 安静地能听到自己的心跳 抬头只见一轮明月高挂夜空 显得格外孤单 这时陆成军转头说道 凤三小姐 九王爷听说您昨天在商铺询问求购零茶 刚好九王爷早年机缘巧合得了一贯 已经拆人送至客房了 凤妖一听 笑得何不拢嘴 那多谢九王爷了 紫渊惊讶道 看来这个瞎子对你很满意呀 四日清晨 房间在阳光的笼罩下 显得格外耀眼 凤妖正慵懒地起了床 伸着懒腰打着哈欠 只听一句王妃你醒了 吓得凤妖瞬间清醒 瞳孔放大地看向他们 王妃奴婢是今日刚来王府的春桃 接着另一个女孩介绍到 奴婢是今日刚到王府的春兴 他们微笑道 王爷吩咐奴婢来伺候王妃宁起床更衣 王妃宁这边请 凤妖顿时有些懵圈 直接走了过去 凤妖双眸中快速地划过一抹差异 渐渐地眼里的差异变成了笑意 每一套衣裙都很精美 还有配套的首饰 紫妖自凤妖的手腕上游下慢悠悠地说道 嘖嘖嘖这家伙是不是迷上你了 凤妖瞪了紫妖一眼懒懒地说道 我帮她治眼镜 她小小地报答我一下已是感谢而已 别乱想 好了本小姐要换衣服了 你赶紧消失 只听刷的一声 凤妖用完早膳后便从房间中出来 此刻姬黎渊正在院中品查 陆成军说道 王爷凤三小姐穿着一套白色衣裙走过来了 姬黎渊一脸笑容 昨晚睡得可好 凤妖敏唇浅笑道睡得很好 多谢九王爷的收留 我也该回去了 姬黎渊想了想道 我送你吧 凤妖没有拒绝 陆成军推着姬黎渊进了马车 这是一旁响起姬黎渊的声音 悠悠地带着一抹试探的意味 方间传闻凤府三小姐生性懦弱 胆小自卑 无法修炼 看来传言不实 凤妖唇脚轻勾 挑起一抹斜似的弧度 方间也传闻九王姬黎渊实力已废 忍人可击 看来也不可信呢 约某一斩茶功夫后 马车在凤府门前停了下来 凤妖刚钻出马车 便见凤府门前站了两道熟悉的身影 正是凤青月和姬子军二人 两人并肩而行 眉间带笑 神态言语 兼远远看去很是亲呢 而那两人也恰巧 此时听到声音停了下来 朝凤妖望来 姬子军在看凤妖时 双眼微微一眯 她想要上前来 但终究是忍住了 站在原地未动 凤青月将姬子军的动作收入眼底 脸上露出得意之色 大步朝凤妖走了过来 神色一脸关切地询问道 妖妖 你昨晚去哪里了 为何一整晚都没有回来 凤青月问这话的时候 说得很大声 她脸上不满关切和担忧 凤府门前路过的行人 以及护卫姬子军等人文言 皆是脸色一变 一个个震惊诧异地看着凤妖 纷纷议论起来 一个女人半夜不回家 留宿在外面 这个女人也太不要脸了 还未出格遍流连在外 凤青月看了凤妖身后的马车 眉头微微皱起 妖妖这是谁家的马车啊 你如今已与九王月定了婚事 可不能乱来啊 你昨夜中晚未归的事情 可千万不要让九王知道 不然九王要是误会了 会以为你不守复道呢 说到这里 她突然神色惊恐地捂住嘴 神情惊恐地看向周围 越来越多的吃瓜群众 凤妖冷笑一声 凤青月 你这演戏的本事 真是越来越厉害了 这不是你一惊一乍招来的马 几子军都看不下去 走上前看了凤妖一眼 这才转手看向凤青月 眼中暗含警告之意 话不可以乱说 妖妖可视的你妹妹 太子哥哥 我知道你是担心凤妖 凤青月脸上的担忧之色 又中了一分 可是他如今做出这种事情 我们若是在隐瞒就是害了他 他神似纠结 心中似向了一个重大决定 大声开口道 昨晚我看到妖妖半夜 和一个陌生男子流出府了 此话一出 吃瓜群众都露出吃惊之色 靠凤青月 你为了诋毁我 吹牛都不用打草稿的吗 哎呀 一定是自己眼花了 妹妹怎么会做出对不起九王的事 这可是陛下御字的婚约 凤妖眼里露出了一抹戏血之色 那你说说那陌生的男子长成何模样 凤青月看了看马车 没有任何标志 他咬了咬唇 吞吞吐吐说道 昨晚夜色太黑 就看到一个背影 你和一个男子走了 凤青月坚定的语气令 姬子军信任了几分 神情诧异地望着凤妖冷声询问道 月儿说的都是真的吗 凤妖谈眸冷冷地看向姬子军 唇角勾起一抹肆意邪魅的冷笑 姬子军 我们青梅竹马一起长大 可是你却从未信任过我 姬子军一听连忙解释 妖妖 我不是那个意思 凤妖根本不给姬子军说话的机会 他眸光冰冷如同礼剑 冷冷地看向凤青月 唇角的冷笑犹如万年不化寒冰 你的信任于我而言并不重要 喝 这时马车内突然传出一声男子的轻笑声 那声音冷冽如雪 夹带着一抹无情冷漠的意味 下一刻 一只修长如玉的手掌自马车内伸出来 挑开了车帘 煞时一抹白色的衣角露了出来 吃瓜群众见这动静 纷纷伸长脖子想要一看究竟 看看凤青月所说的野男人是谁 凤二小姐 每次府中出新衣手势都是任你先选 而妖妖却没有几件 所以本王接妖妖去挑选了些手势衣物 你身为妖妖的姐姐为何要如此诋毁她 凤青月双眸微垂 眼里暗芒涌动 她脸色一阵青一阵红 很是尴尬 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 九王抱歉 昨晚是我看错了 那个女子只是有些像妖妖 吉里约目光冷漠冰冷 你该道歉的人不是我 凤青月气得胸口微微起伏 她再抬起头来 眼里已是一汪泪水 这才不情不愿地嘲讽 妖扶了扶身 妹妹抱歉 这是姬子军叮嘱到 月儿下次不确定的事情 可不能再乱说了 姬子军上前一步 神情复杂地看着妖妖 妖妖刚才的事情是我的错 我不该不信任你而询问你 凤妖便退后一步 抬手挡住姬子军 陌生地望着她 太子殿下 如今你我婚约早已解除 还请殿下以后不要再这么叫我了 说完便走到姬黎渊面前 看向姬子军 太子殿下以后还是叫我黄嫂吧 以免黎渊生气 黎渊 这是姬黎渊第一次觉得 自己的名字竟如此好听 姬黎渊面容冷酷 太子殿下如今见着本王了 倒是连一句皇叔也不喊了 姬子军脸色微沉 最后还是拱手做了一衣 皇叔 还有你皇婶 姬子军道 皇叔与妖妖还未成亲 现在便喊皇婶 与礼不合吧 不带姬黎渊说话 奉妖便毫不客气地对了回去 那太子殿下一直喊我明慧 就很合情礼了吗 这皇婶先后都是要喊的 太子殿下该早些习惯才是 姬子军对时只觉有股热流直冲脑门 心中弄火中烧 以前每次受欺负 妖妖都是站在自己这边 如今却站在皇叔那边 这种感觉难受至极 凤妖侧侧手望向身旁击黎渊 语气温柔道 黎渊要不要去我院中小坐一下 好 路程军便推着轮椅进了府 凤妖跟在身子 刚进府就见凤玉成脸似铁青 朝凤妖怒吹道 你夜不归家 月儿不过担心你的名声 多劝你几句 你竟然还骂他凤妖你何时变得这般蛮横无理 凤青月双眼微红 脸上挂着胃甘的泪痕 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 此时陆时在一旁煽风点火 老爷我看他是仗着自己是未来的九王妃身份 便不将我们放在眼里 凤妖被骂了也不恼火 他卯光淡淡地看向他们 这是全家旗上阵啊 不待凤妖开口 击黎渊冰冷的声音突然响起 既然知道他是未来的九王妃 你们还敢对他无理 看来你们是没有把本王放在眼里 凤玉成闻言眼里涌动着思索之色 九王殿下 现在你与妖妖未成婚 便算不得是九王妃 再者你们二人还未拜堂便住在一起 传出去让凤府颜面王哪哥 凤玉成这一番话说得很是放肆 丝毫没给姬黎渊留半点面子 紫渊都看不下去了 外人不信也就罢了 但凤家主是妖妖的亲叔叔 却如此质疑妖妖的清白 姬黎渊脸色逐渐冷了下来 嘴角勾起一抹轻蔑的冷笑 昨日妖妖去府中看望本王 只因本王腿急复发 妖妖在王府照顾得晚了 但本王与妖妖之间并未语矩 可你们凤府二小姐更是在府外肆意宣扬 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们与妖妖是仇人呢 姬黎渊面对凤妖的时候 脸上的冰冷渐渐吞去 妖妖在这府中 你的日子一定不好过吧 从现在起 我派十名死士暗中保护你 她霸气的语气令凤妖心中甚是欢喜 她点头 有你在没人敢欺负我 姬黎渊脸庞转向他们的方向 若是有人找死 那便就成全她 她清冷的语气中带着浓浓的威胁 气得凤玉成脸色突然一黑 时间一晃 凤妖继续在九王府尝试炼丹 只听砰的一声 此时府中浓烟四起 老管家站在院中看着紧闭的房门 王妃的性子真是倔 失败了那么多次 依旧不放弃 老管家煮好茶 双手恭敬地递给姬黎渊 今天王妃在炼丹房 已待了三个时辰才炸炉 老奴一直没听到声音 都有些不习惯了 陆成军无语地翻了个白眼 再这么炸下去 整个王府迟早被她拆了 姬黎渊的嘴角浮起一抹淡笑 她进步很大也很聪明 她第一次炼丹炸了十五次 这才四天 便只炸了五次 陆成军不满道 主子也就你这么动着她 你可知她每炸一次锅 要损失十来株药材 如此下去 王府的药材库 都要被她一人消耗空了 老管家瞪了陆成军一眼 只要王爷王妃开心就好 损失点药材算什么 你小子没有一点眼力尽 没看到王爷脸上都出笑容了吗 十年都没见王爷有过笑容了 此时紫渊正无聊地趴在桌上打瞌睡 突然被一句成功了给惊醒了 凤妖打开顶炉 只见药炉躺着五眉银白小巧的丹药 她脸上露出了笑意 居然有五颗 紫渊走过去一看不由的惊叹无比 无狮子通 能在短短几天内便练出丹药 还一卢五颗 你是天生的丹药师 凤妖激动到 这是最基本的心理丹 所以简单 我囊清流下的医书里都有记载 紫渊摇头 书中记载和实际操作是两码事 你就是练丹天才 若是人人都看得懂医书点击 都能自学成才 恐怕丹药师就要遍地走了 凤妖收起丹药 小心翼翼地收到事先准备好的瓶子中 她冲着紫渊一笑 自己会更加勤奋与努力的 几里渊难得仰起脸看向天空 感受着清风吹拂在脸上 在老管家的提议下 几里渊今日邀请王妃游湖 搞得凤妖被迫歇息一天 陆成军一早便安排好了画坊 无双城的护城河是在外城区域 将整个无双城包裹其中 河水清澈 波光玲玲 此刻凤妖躺在画坊上悠闲地吃着葡萄 这生活很是惬意 看来当久王妃很不错嘛 陆成军忽然过来说到 凤妖闻言不由一愣 真是流年不利 出来游个湖都能遇见不想看到的人 凤妖放下帘子坐回榻上 当作没遇见 她可不想让这些人影响了她游湖的心情 几里渊补冲道 那就按王妃所说当作没遇见 两座画坊逐渐使劲 凤妖耳尖地听到对方议论的居然是自己 只听一男子的声音响起 听说凤府三小姐与太子解除婚约后 受刺激便投入九王的怀抱 为出阁的女子还也不归宿 竟如此大胆奔放实在令人震惊 这有什么 我看她知道自己是个废物男家出去 于是遇到谁便逮着谁不放 凤妖脸色骤然一黑 这帮男人居然组团到这里骂自己 陆成军看主子脸色微沉 冷酷道可否要属下去教训他们一顿 还不带击离晕说话 凤妖便抬手制止了她 不用 与这些小人争执会扫了今日的雅兴 凤妖唇角露出一抹淡笑 若处处在意别人的话语目光 那一辈子岂不是要累死 文言陆成军脸上露出震惊之色 一脸佩服赞叹道 没想到王妃小小年纪 竟有如此心胸和眼界 是属下肤浅了 几离渊的脸上一伤露出了一丝惊讶 正在这时 凤妖月等人猝不及防 个个都成了落汤鸡 狼狈不已 怎么回事 一人惊慌地问道 陆成河突然起浪了 陆成军立刻出了画访 柱子 王妃 他们那边好像起了大浪 然而还不等凤妖月 他们弄明白狠狠 一道道巨浪冲天而来 狠狠地拍着画访上 这时凤妖月脚尖轻点画访 整个人凌空而起 身子轻鸣躲避水浪 姬子军飞略在他身侧 二人宛如一对金童玉女 十分地般配和谐 此时姬子燕在水里狗炮式地喊救命 凤妖月并没有救姬子燕的打算 她正于掠向岸边 突然一道黑色的长尾巴从水中掠出 瞬间便见那长尾巴卷住了凤青月 而后尾巴狠狠一用力 便将凤青月转入了河中 极子军大惊失色 月儿她想都没想地跳入河中 凤妖透过帘子望见那黑色长尾巴 顿时脸色一黑 原来是紫渊搞的鬼 心中问道 紫渊你在做什么 紫渊的声音在凤妖心中响起 教训这些嚼舌根的人 看他们下次还敢不敢 凤妖无语的一抽嘴角 你好不容易出来 被你仇家发现 再将你封印回黑龙坛 但那时再说 总之你是我主人 我不允许别人侮辱你 践踏你 没等凤妖感动一秒 紫渊无声息地回到她的手腕上 整个护城河逐渐地恢复了往日的宁静 画房缓缓靠岸后 陆成军推着姬黎约向了画房 凤妖则在身子 凤妖才上岸 便见姬子军抱着昏迷的凤青月 从水中流了出来 姬子军一回头便看见了凤妖 不由一愣 妖妖你为何会在此 皇叔也在 凤妖眸光一扫 落在她怀中已昏迷的凤青月身上 太子殿下该关心的人是你的太子妃 吉黎约下了青台 诞生说道 太子殿下若是再当个下去 恐怕太子妃的脸就要毁了 姬子军忘了往怀中昏迷的凤青月 只见她多了一条细长的伤口 鲜血自伤口染红了半边脸庞 此时凤青月双目紧闭 气息虚弱 姬子军急忙抱起凤青月转身离开 凤府的青鸣阁内传出凤青月的尖叫声 怒吼声以及打杂声 她那原本俊俏的脸旁上此刻多了一条身而长的刀疤 又惊又怒 尤其听到屋内的几名医者都说脸上的疤痕治不好 气得衣裳吓得身躯都颤抖了起来 凤青月一脸愤怒地骂道 拥医一群拥医 你们要是治不好我的脸 我便将你们统统拖出去砍了 老御医沉着脸不悦道 凤小姐我等乃是皇家御医 不是你凤府养的医者 你无权对老朽打骂 更无权将我等砍了 另一名老御医亦是一脸不悦 若不是太子殿下的命令 我等根本不会来凤府 而夫人 你家小姐的病我等看不了 恕我等告辞 两名老御医扬长而去 剩下几名医者连忙跟着一同离开 若是留下来 指不定还要被骂吃力不讨好 陆氏又生气又无奈地说道 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 叫你的脾气要收敛一点收敛一点 你怎么就是不听 凤青月立刻双眼一红便哭了起来 娘我的脸要是治不好就毁了 我不要毁容 他们就是一群庸医 这点小伤都治不好 这是凤妖嫌媚一笑 我呀看来我来的正是时候呀 姐姐陆氏看见凤妖连忙喊道 你进来做什么 来落井下石码 还不敢快滚出去 凤妖看向陆氏 我是来看望姐姐的 凤青月瞥了她一眼 你是故意这个时候来看我笑话的对不对 凤妖拿出药瓶 姐姐我是专门送药来的 陆氏看向凤青月 四目相对很是惊讶 凤妖缓缓缓地讥讽道 审慎你知道的 我可是最关心姐姐了 从小到大 只要姐姐一病我就来献血 生怕姐姐病死了 陆氏一听脑火道 好啊原来是算账来了 当初是你自愿的 可没有人逼你 凤妖嘴角微微扬起 放心 今天我不是来落井下石的 这是我求求王爷托人买回来的换颜单 不管是什么疤痕 只要半年都可以痊愈不留痕迹 陆氏大喝道 月儿当心她下毒 凤妖帝过药 下毒的凤青月迫不及待地把药倒出来 怎么就一颗 凤妖回应道 这一颗是送你试用的 这单药只有九王爷买得到 一颗收你两万两 如何 陆氏直接立声道 两万两一颗吃半年 你怎么不去抢啊 凤青月看着手里的单药 如果真的有用 二十万两也得买 次日凤妖用杀精 遮住她那张精美绝伦的脸庞 往星辰商会的方向去 这时紫妍笑道 两万一颗 你真敢叫价啊 凤妖严肃道 我那姐姐为了美貌可是不计代价的 反正太医都放弃了 她只能寄希望于我这换严单 紫妍复合道 对半年后 等你修炼差不多了 一切就好办了 伙计看见凤妖 笑言道 姑娘 我们会长已经到了 会长是一位老者 凤妖朝老者拱手作医 接着便把瓶子都拿了出来 凤妖说道 这里面有我炼制的心理单 疗伤单 还有雇员单 老者邀凤妖坐下 鉴定完之后 老者看向凤妖 呃 心理单试价是一枚一千两 疗伤单和雇员要贵一些 一枚三千两 如长期合作的话 我只收你一成费用 如何 凤妖您没思索了半想 星辰商会给的价格十分公道 这时凤妖打开匣子 这里面是我炼制的换严单 定价一万两一颗 劳烦您一同售卖 老者疑惑到换严单 老朽从未听说过 姑娘把单要效果告知 老朽会尽力推广 只是一万两的价格 能否卖得出去 不敢保证呀 凤妖笑了笑 您放心 不必多费心思 肯定会有人来星辰商会 打听换严单的 凤妖此刻暗笑道 就算是一万五千两 他也会把这些全部买下 凤妖到了九王府 替基里渊真酒说道 毒素已经排出了许多 若想要重新站起来 必须找到那可生机蓄骨的 断须龙骨草 路程君经一道 这种药极其稀有 千年才可能出现一株 凤妖不慌不忙地说道 只要他存余室 总有办法找到他 这时基里渊忽然出声问道 妖妖你真的想好了 要嫁给我这个废物吗 陛下赐婚时 其实并没有想好 答应只是权宜之计 但是这些天的相处 虽然没有爱情的悸动 可和他在一起很舒心 没有阴谋钻戒 很是放松 忽然觉得这种生活也挺好的 凤妖愣了一会笑道 你放心 我会照顾你的 基里渊文言 唇角轻勾 轻声笑道 我有路程君他们照顾就行 顿了顿 他继续说道 你的丹药天赋很不错 假以时日你必定能站在这大路之巅 你只管去做想做的事 九王府不会成为束缚你的牢笼 凤妖一愣 有些诧异地望着他 又转头看向一旁得瑟的路程君 接着回头贺道 那我不仅会照顾你 我还会治好你 次日凤妖来到星辰商会 星辰商会站地十分广阔 建筑意识精美大气 凤妖一路逛下来惊叹不已 这时老者说道 凤小姐 售买单要所得已存在你的纳容里面了 忽然在商会的后院 凤妖脚步一顿目光落在一块石碑上 老者见凤妖好奇地盯着测魂石 于是笑道 这是测魂石 她可测星魂 也可测你的天赋 凤姑娘若是感兴趣可以试试 凤妖走到测魂石面前 按老者说的去做 先是运转体内的星魂之力 将之灌入测魂石中 煞时只见测魂石上爆发出 一股璀璨耀眼的紫色光芒 这一幕令老者惊呆了 她的脸上露出震惊亥然之色 紫紫紫色 我还没有出尽全力呢 紫约笑道 紫色可是大物所知星魂的最高等级 短暂的震惊之色 老者晃回来了 激动地看向凤妖 凤姑娘要不要再次一下精神力 凤妖点头道 既然来了 那便一并测了 老者满脸欣喜地说道 你只要闭上眼睛 试着你的精神力攻击 这测魂石就行了 于是凤妖闭上了眼睛 将精神力外放而出 狠狠地朝那测魂石轰击而去 然后只听砰眼一声闷响 整个测魂石突然间碎落成了两半碎了一地 凤妖惊艳而无辜地瞪着眼睛 看了看地上的碎片 又看了眼睛了呆滞的老者 你这个测魂石是不是用了很久了 老者一脸错了道 测魂石乃坚硬无比 武神来了也无法一拳将之轰碎 这怎么可能 凤妖疑惑道 那他为何突然就碎了 我还没用力呢 这测魂石多少钱 我赔 老者连忙摆手 姑娘不必挂心 这块测不出 老夫还有 紧接着老者大声喊道 来人把仓库的测魂石都搬来 老者目光兴奋地盯着他 凤姑娘你快测吧 直到测出结果为止 只听轰 一声声 最像测魂石再自碎了 此刻伤毁后院已是一片狼藉 凤妖师声道 老者要不咱们就不测了吧 老者晃回神来 咽了咽口水 凤姑娘没想到 你竟然是先级的精神力 还拥有自己的心魂 这时老者满脸笑容地看着凤妖 就像在看一个香伯伯 老者紧接着兴奋的命人 把仓库最大的那块测魂石搬了过来 凤姑娘你快测 老者目光兴奋而火辣地盯着他 脸上亦是堆满了笑容 那笑容就别提有多猥琐甚人了 凤妖再一次凝聚精神力 轰击在了测魂石上 只见测魂石上爆发出一道金色光芒 耀眼无比 金金色老者眼里涌动震惊 骇然之色是先级精神力 紫妍一惑道 为什么不用全力 这块巨型测魂石 应该能承受得了你的精神力 这是老者咽的咽口水解释到 金色代表是先级的精神力 若能拥有无不是称霸一方的强者 至于神级 那只是在传说中出现过 紫妍笑道 你若是用全力 就能让他有生之年 见识一味神级了 凤妖低头回应道 那样会招来许多不便 凤姑娘 这是我们星辰商会的贵宾信物 只要你带着这枚班纸 无论你走到哪里 只要在星辰商会的地方 便能享受到最高待遇 凤妖知道这是老者的嗜好 如此便谢过老者 老者点了点头 心道眼前少女虽年纪尚小 可精神力和心魂都异于常人 将来必定人中龙凤 我要快点把消息传到总部去 这时凤妖问道 老者不知你可听说过一种 名为龙须草的药材 文言老者双眼微眯 眼里露出思索之色龙须草 我想起来了 龙须草因为喜寒 一般生长在极寒之地 北京的雪寒山或许会有 不凤妖微微汗手 眼里却漫上了一抹思索之色 看来得找机会去雪寒山一趟 老者想了想 如是说道 凤姑娘你是需要龙须草吗 我可以帮你传信到总部 由星辰商会向外界搜集 你只需要出购买的费用就行 凤妖文言眼睛一亮 太好了 如此便麻烦老者了 凤妖心想 以她如今的实力 上雪寒山还是太危险 还好有老者帮忙 凤妖走出了房间 才知道院中围满了人 一个个用惊讶或差异或探究的目光 打量着凤妖 大家见凤妖和老者出来 纷纷围了过来问道 会长是这姑娘测坏了好几块测魂石吗 可惜姑娘脸上蒙着面纱 看不见真容啊 会长真的测出先级精神力了吗 说说您的看法 会长此刻急忙摆手 关于此事无可奉告 各位请让一下 人群中这时走出一道修长挺拔的身影 这位就是传闻中炼制丹药售卖的凤姑娘吧 凤妖眉头轻挑望向姬子军 眼里快速闪过一抹差异 她怎么会在这 紫妖暗道她怎么像狗一般闻着胃就来了 姬子军走到凤妖的面前 双手拱手坐一一礼 凤姑娘 我是请您入宫 担任北盐国皇家御用丹师的 凤妖面杀下的嘴角清敏 谢太子殿下 我并不想入皇宫 说吧 凤妖便欲离开 姬子军却挡住了去路 声音有几分急切地问道 凤姑娘 条件随便你开 你可以随时出入皇宫 皇族可以满足你的一切 丰富的修炼资源 炼丹药材 老者看向凤妖 凤姑娘 这条件十分分厚 可以考虑一下 凤妖心中思索了一下 那行吧 不过若是皇族试图束缚我 压迫我 那我便会离开 姬子军连忙从腰间解下一块纯金令牌 这是我的令牌 持此令 你便可以自由出入皇宫 姬子军把令牌递给凤妖说道 凤姑娘 我发誓 皇族绝不会用权势束缚凤姑娘 在场的都可以作证 凤妖到了九王府 看到姬里渊 凤妖心中意满 她的唇半清新养起 姬里渊淡淡一笑 妖妖 我给你买你喜欢吃的酥雪饼和马蹄膏 凤妖眼睛一亮 接过她手中的吃食闻了闻 而后一脸淘罪的闭上眼镜 好像谢谢九王 凤妖看向姬里渊 哦对了 刚才去星辰商会遇到姬子军了 她邀我去当御用炼丹师 凤妖推着姬里渊准备斟酒 姬里渊问道 她认出你了吗 凤妖连忙说道 没有 我武装的很好 这段时间炼制丹药浪费了九王府不少药材 总不能霍霍你一个 于是便答应了 姬里渊沉声道 九王府库房不缺那些只怕你的身份暴露 若是身份暴露也不会有危险的 北延国丹药师太稀缺了 你就等着我从姬子军那捞些好处补你的库房吧 十日已晃过去了 凤妖从炼丹房走了出来 已是一身回扑扑的 发青凌乱 容颜憔悴 一看便是熬苦了许久 老管家一看凤妖如此便心疼坏了 王妃你可算出来了 你一定狠了吧 我让人备了膳食 凤妖微笑道 我还不是狠了 先去见九王吧 一旁婢女说到九王早就等着你了 这时凤妖走到了院中 才发现姬里渊已经等候在院中了 姬里渊湿润的声音响起 唇角边荡漾着温和的笑容 我看你闭关了 十日还没出来 有些担心 婢女低声朝凤妖说道 其实王爷每天都在门外待到很晚才走 这是两百颗洗碎单 凤妖拿出十个玉瓶放到姬里渊面前 陆成军震惊道 王妃不过是闭关十天而已 竟然炼制出两百颗洗碎单 相当于一天炼二十颗 凤妖看向陆成军说道 和你家王爷一人一半 陆成军有些不相信 拿起其中一个玉瓶打开瓶盖 文之令人精神倍爽 沁人心脾 他倒出一颗洗碎单 但要成银白色 色泽鲜明 香气富裕是真的洗碎单 姬里渊短暂的震惊后 便晃回神来一天二十颗丹药 这产量绝对是前所未有的高产 恐怕丹王都做不到 凤妖笑道 运气好罢了 这是借用你地盘 还有白拿尼药材的报酬 姬里渊纯扮清沟 眼里多了一丝无奈的笑意 你与我何须这么客气 凤妖坚持道 你不需要 不代表你的手下不需要 你派安慰保护我 就当我感谢他们的一点心意吧 姬里渊让陆成军收下这一百颗洗碎单 陆成军顿时觉得手中沉甸甸的一百颗洗碎单啊 要流入市场绝对引起众人哄抢 一颗就可以卖出十几万两黄金一百颗 天哪 这得多少钱 陆成军顿时觉得自己不会算账了 这时凤妖看向姬里渊 我还要回凤府一趟 明日再来为酒王继续针酒 凤妖走在自家花园小道朝冬院而去 突然一道身影神色慌张的从一旁的轻石巷路间快步走出 直接撞到了凤妖的身上 那个人连头也没抬得便怒骂道 眼镜瞎马竟敢撞本少爷 那人怒喊一声 抬起头来 当他看到眼前凤妖时 眼里闪过一抹惊验 凤府中居然还有这等美丽的婢女 凤妖见他色眯眯的盯着自己不悦的皱起眉头 你又是何人竟敢在凤府中横冲直撞 那男子冷喝道 好大的胆子 你敢这么和本少爷说话 你是哪个愿的婢女 你可知本少爷是谁 说着他伸出他的贤猪手 欲朝凤妖抓去 在他的手即将抓到凤妖的时候 却被一只纤细的手掌抓住了手外 只见凤妖手掌一扭 各时花园中响起青年男子凄厉无比的惨叫声 阿咔咔一声脆响 凤妖直接扭荡了他的骨头 一松手抬脚踹出 将男子踹入了花丛中 男子从花丛中爬出 身上的衣袍弄得脏污不堪 很是狼狈 男子怒瞪着凤妖 双眼暴征 仿佛要吃人一般 你找死敢打本少爷 话落男子浑身心魂之力涌动 他完好无损的右手抬起 握紧拳头 拳头之上有心魂之力绕在拳头之上 臭丫头去死吧 凤妖微微眯眼 难怪此人如此嚣张 竟是一名九星武师 凤妖并不畏惧 只见他身形一闪 完美地避开男子挥来的拳头 这攻势十分凶猛 有种要置凤妖于死地的架势 凤妖眉头微微促起 心想若是动用心魂之力 修炼的事情便会暴露 还是交友与为何九王爷的死事处理吧 正当凤妖犹豫之时 一道身影暴冲而来 直接将他的另一只胳膊也弄骨折了 凤妖望向来人 姬子军 顿时便听到男子的再度惨叫一声 姬子军松开手 男子再次被踹入花丛中 男子再次爬出 面似一片青紫 难看无比 他朝姬子军怒吼道 你这臭小子竟敢伤我 你是活腻了 你二人等着 此事休想轻易接过 跟我回禀家主 他会替我讨回公道的 姬子军神色淡漠地扫了眼男子 来啊 不管你是谁家的 尽管来找我姬子军 那男子文言直接惊掉下巴 失声道 即 北言国太子姬子军 此男子目光阴策策地说道 原来是表妹妇啊 如此甚好 你来评评理 他折断了我的手 是不是该向我赔礼道歉 姬子军看向陆行白 可我分明看到是你先撞到了夭夭 陆行白文言顿时一愣 夭夭奉俘的那个废物 姬子军的前卫婚妻 陆行白挑了挑眉 表妹妇月儿还未过门 你就与别的女人如此亲密 不清不楚的 若是传出去名声课就不好了 姬子军一惊心想 陆家在墨城位于四大家族之恋 要是为了夭夭与他起了冲突 父皇一定会怪罪 便笑道 我马上回公派御医为你诊治 再带上厚礼作为赔偿 这件事就这么算了吧 陆行白得意道 既然表妹妇这么有诚意要和解 我在这么得理不饶人也说不过去 就这么解决吧 我告辞了 紫冤军压道 没想到渣男也有派上用场的一天 姬子军柔和的看向凤妖 妖妖你还好吗 直接拿起凤妖的手 心疼道有没有伤到哪里 凤妖直接甩开姬子军 怒道请太子殿下自重 凤妖你为何与我说话 总是这么一副语气和态度 凤妖冷哼道 太子殿下嫌我无法修炼 与我解除婚约另寻新欢 难道还要我对您感恩戴德吗 姬子军一副伤心的模样 低声道 我我也是逼不得已 你别怨恨我了 凤妖很是不屑 我对你没有任何的怨恨 只希望你以后不要再来打扰我 还请你明白 黄婶我已经不爱你了 说完转身潇洒地离开 不想多看一眼虚伪的渣男 看着凤妖的背影 姬子军自信道 我们自小一起长大 青梅竹马 我不相信你已经不爱我了 心里暗暗发誓 我一定会让父皇取消你与皇叔的婚约 凤妖正在天语阁品查 只见桥上走来两个人 见到是这母女二人心中很是不悦 甚是和姐姐找我是有什么事吗 陆氏连忙笑道 你上次给你姐姐的那枚换颜单 不知还有没有路数 凤妖一听有钱挣了 瞬间来精神了 自然是有的 我上次就说了两万两亿颗 陆氏无奈地看向凤妖 这换颜单的效果非常好 只是要吃上半年 这价格就有些昂贵了呀 凤妖接着说道 陆行白不是从墨城带了治疗疤痕的单样了吗 凤青月赶紧到 表哥带来的要吃了一堆 那药根本没法和换颜单比 陆氏沉声道 妖妖月儿是你姐姐 你就送几瓶给月儿吧 紫渊姬笑道 这母女俩的脸皮也太厚了吧 就在这时陆行白带了一行人过来 怒吼道 凤妖 现在没有姬子军给你撑妖 你还不乖乖地给我跪下道歉 陆氏和凤青月顿时很是惊讶 陆氏说道 行白你带这么多人要干什么啊 凤青月接道 表哥 妖妖是我妹妹 出了什么事你要这么对她 陆行白指着凤妖 她突然偷袭我 还折断了我的手 凤青月劝解道 妖妖无法修炼 她没有这个实力 其中是不是有些误会 陆行白眼神犀利 看向凤青月 你到底站哪边呢 不笑个也行 让她贴身伺候我一个月 毕竟我的手受伤了 凤青月心里很清楚 表哥带来的要一点用都没有 目前只能寄希望于换颜单 现在还不能得罪凤妖 此刻凤妖拍桌缓缓起身 亲爱的姐姐 换颜单 我可以再给你一瓶 还可以告诉你在哪购买 但我只有一个要求 说着直接拿出换颜单 母女二人顿时瞪大眼镜 惊到换颜单 连忙说道 你有什么要求 凤妖不急不蔓延肃道 帮我把这个叫嚣的灯徒子 赶出凤府 不行白自信的把手 搭在凤青月肩上 看向凤妖说道 我看你是失心疯了 凭这几瓶什么丹药 就想挑拨我们表兄妹 凤青月低头很是无奈 轻轻拨开表哥的手 转身笑道 表哥本来就是你对夭夭无理 你就快走吧 陆行白顿时疑惑地看着凤青月 凤青月看表哥脸色一变 急忙低声说道 表哥等我拿到想要的东西 定会补偿你的 你就当帮我一次忙 别为难我了 陆行白气得咬牙切齿 恼火道 我们走 心想这件事不会就此罢休的 陆是急忙上前安抚道 好折儿你消消气 此刻凤妖看着凤青月说道 换颜单是星辰商会出售的 姐姐可以去看看 凤青月一听满脸笑意 真是好妹妹 灯姐姐和太子完婚后 一定会好好报答你的 心里却想灯脸上的伤疤痊愈 不思了这个贱人 凤妖离开雨格 便来到急事逛逛 准备去星辰商会 紫月提醒道 丫头有人在跟踪你 凤妖心道 你知道是谁吗 紫月懒懒地说道 不用担心 是个五星五十 我一口气便将她吹死 凤妖心中便有了主意 直接转身离开 贪主看生意要泡汤急忙喊道 小姐还有别的款式 您再看看啊 什么人啊挑挑剪剪了半天 结果什么都不买 凤妖当作没有发现 身后那偷偷摸摸跟着的人 最后走进了一条巷子中 身后的男子双目不由露出一抹喜色 原本还纠结街上人多眼杂 不知如何下手 没想到她竟然自寻死路 真是天助我眼 然而带她走进小巷中时 却发现凤妖已经在那等着了 凤妖这时出声道 你是陆航白派来的 男子脸色一横 眼里露出一抹凶狠之色 你知道就好 是自己跟我走 还是要我动手 凤妖站在原地未动 眉头轻轻皱起 怒声喝赤道 这里是无双城 我还是未来的九王妃 你若动我 便是与九王府为敌 与北炎国为敌 和区区一个九王府 我陆家还不放在眼里 何况还是一个废物王爷 男子不屑冷笑一声 既然你不走 看来我只能动手了 就在这时 凤妖衣袖下的右手 突然捏住了一根影针 趁对方不注意时 狠狠刺入男子胸前的谭中学中 男子一通还未反应过来 凤妖又立即在男子身上的 几处学位连自己针 渐渐的一股麻痹的 感觉袭上心头 男子惊骇发现自己不能动弹 嘴里尼难道 你 你不是废物无法修炼吗 凤妖顿时换到紫园 男子惊骇的瞪大眼睛 蛇 啊 男子只觉得脖肩一痛 有温热的鲜血流出 突然感觉自己能动了 但是身体却变得绵软起来 痛得他几欲昏死过去 凤妖转身抬头微微一笑 不嫌不淡的说道 你已经中毒了 若不想死便乖乖听我的安排 当然你也不要试图去解毒 因为你解不掉 这是千年黑与蛇的毒 毒性猛烈无比 世间无解 是死是活 你自己考虑清楚了再来找我 凤妖说完不再理会男子 直接优雅离去 嘴里你难道去问问老者药草 找的怎么样了 紫园打趣到还没成亲呢 就成天想着人家 来到星辰商会 老者立刻热情的迎上前 朝凤妖拱手一礼 凤妖回礼道老者不必如此大礼 您背份高 声望高 这样我可受不起啊 老者可以直接换我凤丫头 老者笑道既如此我也就不推子了 说着老者打开手中的匣子 凤丫头 你上次让我寻找的龙须草 我已经给你换来了 这龙须草是从宇州的星辰商会换来的 需要二万两黄金 你卖的那些丹药所得的钱刚刚好 凤妖闻言一喜 连忙接过匣子 接着取出一个小玉萍说道 这是洗水丹当做事谢礼 里面有两颗 一颗送给老者 一颗交友星辰商会拍卖出售吧 说完转身道 麻烦您老了 那我先回去了 洗水丹很难炼制 一般可遇不可求 老者还沉浸在欣喜之中 回过神连忙说道 行这件事情我去安排 慢走 看着这小丫头的背影 老者不禁感叹道 凤丫头这炼药的天赋太惊人了 同时还有金色的精神力和紫色星魂 相信用不了多久 她便会站到大陆的顶端 凤妖用过晚膳后 便到朝凤阁翻看着书籍 这是一道身影鬼鬼祟祟的 凤妖仅是一眼辨认出了对方 正是陆航白派来的那男子陆斩 只见那陆斩低声道 想清楚了 我愿意听命于凤三小姐 凤妖挑眉望向眼前之人 冷声勾腾 可想清楚了 是的 凤三小姐 陆斩心之无双成的医师 她都找了一遍 竟无人知晓 这是何毒 只能硬着头皮来找凤妖药解药 凤妖尾言立刻放下手中的书籍 立声道 好 只听歌之一声 凤妖把门打开了 此刻陆斩脸上苍白如指 看向凤妖的目光中满是恐惧 这是凤妖拿出半颗黑色药丸 递到陆斩面前 这是半颗解药 可以暂时缓解你的痛苦 容若陆行白有什么计划 你要事先告诉我 陆斩连忙伸手接过 谢谢凤三小姐 说完毫不犹豫的仰头风下 接着说道 陆行白今晚就有行动 与一伙贼人在城西郊区外碰头 出赏金要抓小姐 一眼紫渊心道 小心他和陆行白是串通的 文言凤妖不怒返笑 一双如星辰般的双眸中 却涌动着害人的冷光 既如此 你就把我抓过去领赏吧 什么陆斩文言诧异的瞪大了眼镜 唯恐自己听错一般 那现在我们走吧 说着凤妖台步朝院外走去 郊外定的只能听见走路的歌之声 陆斩将凤妖带到 无双城郊区的一处宅院中 只听院中传出诡异的笑声 凤妖你中计了 只见陆行白从黑幽幽的夜色中走出 眼里满是兴奋之色 但贺道你个贱人竟敢给陆斩下毒 他乃是陆家的人 一直忠于陆家 还妄想反水陆斩 真是可笑至极 凤妖嘴角喊起一抹似笑非笑的弧度 看向陆斩 原来你在炸我 你不想要解药了吗 陆斩冷哼一声 等杀了你 还怕从你身上找不到解药 凤妖拥懒道 哎可是你刚刚才吃了一颗素孝毒药 陆斩惊恐道 你你刚才给我的是毒药吗 说着陆斩顿时感觉疼痛涌入骨髓 瘫倒在地 立抬手查看自己的手心 已是一片清黑 那半颗药丸有剧毒 随即喊道 少爷少爷救我 凤妖居高临下的目光望向陆斩 我怎么可能相信一贯狗招人士 为非做歹的人渣会为我所用 陆行白的脸色刷的一下 变得阴沉起来 找死快快给我抓住他 凤妖脚下步伐展开 身影这一刻变得灵活无比 忽左忽右 忽前忽后每一次都能完美避开这些小丝 这一套生法是紫渊传授给他的名为百转千回 用来逃命或是追杀敌人都十分适用 不用垂灰之力就搞定这些小丝了 陆行白很是震惊 眉头紧皱 神情变得阴冷至极 一群废物 养你们吃干饭的麻 一个没有丹田的普通人都抓不住 此刻凤妖脚下时而涌动着心魂之力 陆行白顿时明白了过来 这是心魂之力 心想表妹不会骗他的 可这是连忙怒斥道 你不是无法修炼的废物吗 为何会有心魂之力 凤妖嘴角微微扬起 你猜 陆行白直接抽出腰中的银骨鞭 手中一抖 诡异道 听说掉入黑龙潭的人从来没有活着上来的 看来黑龙潭让你重新能够修炼了 告诉我你是如何修炼的 我便放你一条生路 凤妖眉头紧锁地看向陆行白 想动真格的事吧 直接拿出随身携带的宝剑 执着陆行白嘴角勾起一抹不屑的冷笑 该想想如何活命的人是你 现在的陆行白俨然防范 所以凤妖只能与陆行白石打石地打一场 两剑相撞 在黑夜中碰撞出炙热的火花 陆行白只觉得手腕一麻 脚步不由地后退了两步才稳住身影 反观对面的凤妖意识忍不住向后退了三四步 这对陆行白是一种侮辱 身为一星武士 而凤妖只是修炼不久的六星武士 居然接下自己这一剑而没有受伤 这让他怎么接受得了 陆行白的脸色变得更加阴沉刻步 怒吼一声 在他的身后一只巨大的老虎虚影浮现 愤怒长笑露出尖锐的獠牙 凤妖眉头微凝 原来他的心魂是一头猛虎 确实吓人 只见凤妖双手快速捏绝 在猛虎扑来之前 一道火凤妖的虚影在他身后腾空而起 发出嘹亮的凤妖光 心魂与凤妖心魂狠狠地碰撞在了一起 只听猎虎心魂一致哀鸣 猎虎心魂的虚影末地消失在了空气中 不 陆行白脸色一变 张开嘴一口鲜血喷得出来 双眼睁得老大 眼里布满了怒火雨不甘 不 这不可能 一心无失 竟然打不过这个废物 此刻凤妖脸色微白 他将凤妖心魂收了起来 嘴角勾起一墨讥讽 多亏你们陆家为凤玉成提供血法挖我仙谷 才给了我机缘创造出丹田修炼 这时紫渊提醒到 小心他还有余力 望着如强弩之末般的陆行白 凤妖握紧手中的长剑 直接迎了上去 扑斥一声闷响 长剑毫不犹豫地刺入陆行白的胸口中 这一剑是我对陆家的谢礼 陆行白身体一将双眸通红 不可置信地望着自己胸前那贯穿而出的长剑 你 你竟真敢 就在这时陆行白眼底涌动着刺骨的恨意 直接一把抓住凤妖 只见他脚下心魂震图闪烁而起 双手捏绝 一股骇人的气势从他身上散发而出 他的身体像皮球一般迅速地膨胀着 此刻陆行白脸旁露出疯狂猙獰的笑容 哈哈哈哈 你就陪我一起去死吧 凤妖脸色大变自爆 这时脑海中响起紫渊的声音 他自爆威力会暴增三倍 整个院落都会被移为平地 凤妖没想到他竟选择自爆 就在这巨大的皮球迅速朝凤妖滚来时 突然一道身影自暗夜中出现 如同鬼魅一般 只见身影一拳一掌狠狠地打在陆行白膨胀的脸上 瞬间便将暴冲而来的陆行白踹飞了出去 就在凤妖疑惑之时 只听凤三小姐 我们是王爷派来的死士 凤三小姐快走 而后之后 凤三小姐的身体在半空爆炸开来 彻底化成一道血雾消散在空气中 整个院落屋子瞬间被移为平地 漫天尘土飞扬 凤妖被那余波冲飞了出去 却并没有受到一丝伤害 而是掉入一个宽厚坚实的胸膛中 那胸膛似夹着一种微冷的感觉 却偏偏安全感十足 凤妖惊了抬头看向眼前之人 不由诧异地瞪大了眼镜 几里渊你怎么来了 几里渊没有回答凤妖的话 而是体内心魂涌动 连同她身下的整个轮椅都腾空而起 飞上了半空 凤妖眼里快速地漫过一抹惊讶之色 她的实力竟然这般强吗 这是欲空而行吧 据说只有实力达到五神的境界 才可以完全欲空而行 几里渊冷冷地勾了勾唇脚 我们现在是一条船上的人 下次若是在发生这样的事情 可以找我 凤妖从善如流地点头 下一刻几里渊眉头皱了皱 你受伤了 凤妖没有隐瞒 无碍一点小伤而已 就是挨了一鞭子 回去自己上点药就行 几里渊的声音缓缓响起 陆航白是墨城陆家的人 死在了这里 陆家一定会派人追查的 而陆行白的引古边 所留下的伤口极难复原 你若这时回凤府 定会引起他们的怀疑 凤妖眉头微微皱起 这点她倒是没有想到 这还是凤妖第一次 见到叶瑟在脚下的无双城 被眼前的景色所震撼 她安静躺在几里渊的怀中 一边安静地欣赏着美景 这引古边的伤口 很是独特几里渊道 唯一的治疗办法 是用灵水沐浴 再浮以浴基高 便能恢复如初 凤妖闻言道 想不到九王还找得到灵池 几里渊的声音缓缓响起 你在这里泡上一个时辰 边上应该就能愈合了 还能增长些修为 好凤妖也没有推辞 几里渊控制着轮椅往一旁去了 不过没走两步便停了下来 又回到凤妖面前 你手上的黑玉镯也给我 我帮你暂时保管 凤妖微微一愣 想着自己脱光了泡澡 紫妖在身边也确实不太方便 于是凤妖便乖乖地 把黑玉镯取了下来 低到几里渊的面前 麻烦你了 你我何须客气 几里渊明嘴一笑 而后转身往旁边的一棵 轻松树下而去 直到轻松树下才停下来 她手指抚摸着手中的黑玉镯 动作温柔无比 紫妖忍不住心中一阵误寒 拿开你的臭掌 紫妖偷偷眼瞟她 心中胡一道 这个瞎子到底有没有发现 自己不是黑玉镯而是妖兽 否则为何每次都在 妖妖沐浴的时候 把自己要走 紫妖心中越发疑惑了起来 找个机会一定要好好试探试探她 两个月后 凤妖带着羽味悄悄出了城 前往沐与森林历练一段时间 徐哲等人去周围查探的一圈情况后 回到凤妖的身边 神似恭敬地问道 主人 沐与森林中人莫名多了起来 我们是否继续 还是转离阵地 凤妖的眼里露出一抹疑惑之色 事出反常必有妖 一定是沐与森林里面出了什么事情 你再去打探一下 徐哲 红英 潮哥 你们三人各带十人留下 去周围查探情况 其他人先回吴双城 对于凤妖的安排 羽味是绝对的服从 绝不会反抗一个字 原本热闹拥挤的这方山谷 瞬间变得安静起来 凤妖也不怕别人看出 这里曾有人注营过 来临终历练也时常会有人注营的 于是凤妖便看见夕阳的余晖下 一队人马朝这边走了过来 不得不说 吉子军还是很俊美的凤妖一眼便忍出 身边则是身穿粉色衣裙 披着斗碰的凤青月 凤妖健庄立即转身离开 心怒道 真探他们烟家路窄哪哪都能碰上 一名将士看了凤妖一眼 回身朝击离院说道 太子殿下前面有人 凤青月顿时转头一看脸色一黑 看着男子的背影似曾相识的感觉 突然纵身一跃忍不住 立刻尖叫出声 站住哪里跑 拦住了凤妖的去路 一双眼眸中流露出一抹冷力的光芒 太子哥哥 他不就是在黑市中出现的那个小子吗 说着凤青月一把抓住凤妖的肩 凤妖见状推开她的手 接着一掌把凤青月打倒在地 不愧是未来的太子妃 好大的威风 几子军见凤青月被击辅 直接发号施令 都给我上抓住她 那些侍卫纵身一跃直逼凤妖 凤妖望着上来的侍卫 臀脚微微挑起一抹弧度 在木与森林中训练了这些日子 如今正好是一下伸手 吃刀剑出鞘 寒光涌动 凤妖抬手一抓 便抓住了对方的手腕 而后一捏 空气中便响起对方凄惨的嘶吼声 长腿一抬 凤妖便将对方踢了出去 几子军见凤妖一出手 便将一鸣一星武师精益击败 严厉不由地露出诧异之色 凤妖在心中评价道 真是一群废物不堪一击 凤青月见这么多人出手 竟然没有将眼前的臭小子拿下 脸上瞬间隆上了一层阴霾 只见她一把抽出长剑 她的体内心魂之力涌动 只见手中长剑一挥 空气中似有灵力风声嘶吼而过 直奔凤妖落去找死 凤妖脚步一闪 那道剑芒堪堪落在凤妖所站立的地方 只见她方才所站之处的青草地 瞬间变得一片焦黑 凤青月见自己一击未重 眉头微微皱起 眼里露出一抹不悦之色 她想也没想得再次欺身上前 凤妖见凤青月身上的气息和自己相同 便知这三个月来凤青月也达到了二星武师的境界 但凤妖很有信心可以胜过凤青月 凤妖手中常剑意识鸿芒涌动 她不退反进 一道剑芒立刻赢了上去 只听一道清脆的剑鸣声响起 凤青月只叫手臂一麻 手腕忍不住一抖 手中常剑竟不可养之地脱手而飞 而凤青月的身体更是不由自主地朝后退去 一连退出五六步才堪堪稳住身形 凤青月脸色瞬间一白 一股浓烈的羞辱干敷上双甲 可恶这臭小子何时变得这么强 凤青月瞬间眼底锋芒涌动 射人的杀鸡慢慢涌现 只见脚下突然星魂阵突涌现 璀璨的心芒将她周身照得一片梦幻朦胧 可惜此刻脸上的表情太过于阴沉 生生破坏了这一份美感 炙热的火焰在火焰室周身涌动 看着无比吓人 几次军舰凤青月竟施展出星魂 只是微微诧异了一下 而是用好奇的目光看向对面的凤妖 不知道这一次她能不能抗下 这时紫芸低声怒道 这两人在黑市淤泥起了冲突 当着众人的面不出手 现在这山林之中 怕是要淤泥算账了 凤妖双手捏绝 脚下同样星魂阵突涌动 一头凤凰影浮现在她身后 煞时间整个山谷中 都显得清脆的凤鸣声 甚至允许了白鸟朝白 千鸟齐鸣的景象 几子军脸上的神情瞬间 变得凝重起来 凤凰星魂 她绝对值得拉拢 月儿怕是要坏事了 然而凤青月正在气头上 心中更是极度之火在燃烧着 只见火焰狮心魂怒声 嘶吼一声 朝凤妖扑了过去 凤妖手指捏绝 身后的凤凰星魂 一时朝火焰狮 扑了过去 两道星魂狠狠碰撞在一起 瞬间炸开无数火光 几子军脸盲出声 喝止月儿住手 凤青月身形一晃 脸色瞬间苍白了下来 随后一口鲜血喷得出来 凤妖脸色一时一白 雄尖气血翻腾 很是难受 不过却并没有吐血 凤妖冷笑道 堂堂太子妃竟然偷袭 真是令人不迟 凤青月双眸看向姬子军 太子哥哥 这小子绝对古怪 每次见他脸上都戴着面具 定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 站在姬子军身后的一名武将 低声道 太子殿下可否要属下出手 这时只见几道身影 迅速往山谷这边掠来 姬子军的一名武将 惊道 殿下有人 来这正是徐哲 显然这股威压是被徐哲随手化解了 主子再确定凤妖无事 冷酷的眸光看向对面的姬子军 以及周围的侍卫 姬子军见状不由一愣 对方气息高于自己 而且很强 竟然是武将 心道 我身为太子也只有四位武将护身 他的势力绝对不小 正当姬子军愣神之时 只见又是数十道身影 从后方极速跑来 姬子军的武将力声到殿下 来的全部是武将实力 来人跑到凤妖身后 换了一生主子后 便将冷冽凌厉的目光投向了姬子军 姬子军心中惊疑不定 立刻放低了姿态 神色恭敬无比的说道 阁下我们本无意冒犯 还请阁下海寒 心里怒道 都怪凤青月这没脑子的东西 若是不小心得罪了北沿国外的大势力 今天所有人就要死在这里了 凤青月很是不屑 魔光恨恨的瞪着凤妖 红衣怒声呵斥 霸道无比 瞪什么瞪 再瞪把你眼珠子挖出来 凤妖冷笑一声 赶紧带着他滚 否则他再惹怒我就要人头落地了 凤妖没再理会姬子军凤青月二人 带着徐哲红英等人转身离去 望着凤妖一行人离去身影 凤青月心中委屈不行 一双漂亮的信眼中 请满了委屈的泪水 太子哥哥你为什么不替我出气 姬子军的脸色瞬间便沉了下来 他墨似的同人中阴阴着怒火 来墨与森林前 我便告诫过你 一切听从安排 今日你差点坏了大事 凤青月见他发怒 声音不由地响了下去 神情怯弱害怕地望着他 太子哥哥 我我只想赶走他们 姬子军唇搅勾起一抹 肆意不屑的冷笑 喝赶走他们 方才那人出行光是武将 实力的护卫便有十几人 就算在这把我们全杀了也办得到 凤青月双眸不可置信的瞪得老大 满脸震惊以及羞辱 太子哥哥月儿知错了 姬子军一挥衣袖 若是因为你没有拿到千年火灵果 父皇怪罪向来你一人承担 属下打探到了 听说在牧与森林的云泽谷中 有一株千年火灵果药成熟了 难怪今日这么多人都跑来牧与森林 就连姬子军和凤青月也来了 有这样的好事 凤妖我自是不会错过 凤妖对一旁的红莺说道 这可是能炼制万灵丹的极品药材啊 普通人扶芝可增加寿命 还可容颜不老 一生无病无痛 污着扶芝还能增加十年的心魂之力 争夺之人自然不少 姬子军发现远处凤妖 阁下我们又见面了 对于姬子军这般阴魂不散的模样 凤妖很是反感 他目光淡漠地瞥了姬子军一眼 并没说话 台步离去 红莺等人意识目光冰冷地扫了姬子军 台步跟着真是晦气 姬子军在这边贴了个冷屁股 脸色微沉并没有生气 因为身边能带这么多武将属下 绝对不是普通人 姬子军属下说道 太子殿下恐怕此事不好办 此人身边武将之多 若我们拿到了千年火灵果 他绝对不会善罢甘休 姬子军再三思两 最后定了决心道 我们先抢千年火灵果 天地灵宝本就能者得知 若他真心想要我们可以与之交换 凤青月将二人对话听如耳中 眼里不由涌上一抹愤恨之色 陪他翻山月岭 风餐露宿 就是为了千年火灵果 只要一点恢复脸上的疤就行 谁知太子哥哥竟然拿他来交换 这怎么可以 但要恢复太慢了 我不能这样嫁给太子哥哥绝对不行 凤鸟等人刚到云泽谷入口处 一鸣羽为脸色凝重的回答 柱子云泽谷有胀气 先进去的都中毒了 甚至还有人死了 文言凤鸟脸色露出差异之色 原因是这样 那中毒之人在哪 但凤鸟过去发现好些人已中毒 面色发白 嘴唇有些青子 双眉紧锁 一副呼吸困难的模样 凤鸟推开众人 走到一名中毒者的面前 这位大哥 我是一名医者 我可以免费替你医治 中年男子文言苍白的脸上 顿时露出喜色 凤鸟将手指搭在他脉搏上 诊断一番后 给身旁的红鹰道 取我的包裹来 红鹰很快拿来包裹 凤鸟分辨查证清楚后 便将要给中毒之人喂下 半个时辰后 中毒之人脸上慢慢缓和了过来 不再那么苍白 也不再有呼吸困难 证明体内的毒素都已经解了 突然周围的人群 朝凤鸟这边冲了过来 这位小哥 您发发善心 也救救我吧 一个中毒者 见状一个漂亮的回旋腿 瞬间便将那名抢夺者 狠狠地踹了出去 周围的那些 如柴狼虎豹般的人 全部震视住了 那人身体狠狠地倒飞出去 撞击在了一块石头上 当场死亡 一时间众人盯着 却不敢上前 这一脚的力量实在是太强 凤鸟面下的脸庞上一片冷酷 不想死地尽管上来 一时间众人进入寒蝉 再也不敢有半分的恶念 愣愣地站在原地 看着凤鸟一行人离去 姬子军身边的一名武将出声问道 太子殿下 如今怎么办 他们都走了 姬子军文言皱眉低声道 一定要抢在他之前得到火灵果 若是与他碰上了 能伤两交易就不要动武 至于其他人 就地隔杀都可以 一炷香后 凤鸟便来到了火灵鼠前 淡淡的果香弥漫在空气中 煞事好闻 主子 这就是千年火灵果 红鹰眼里涌动着激动之色 他快步朝千年火灵果跑了过去 这一刻 红鹰却已是伸出了手 就能拿到 小心 这时凤鸟脚下白转回步 瞬间掠出 整个人化作了一抹残影 急速掠出在红鹰抓到火灵果之前 一把将它拉扯了回来 那千年火灵果竟然动了 张开血盆大口 露出尖锐可怕的獠牙 狠狠朝红鹰撕咬而来 红鹰面四一变 这不是千年火灵果 而是一颗红色的舌头 他被凤鸟扯之后退了几步 只见凤鸟一把拔出手中的长剑 抬手一挡 尖锐的獠牙便立刻咬在了剑刃上 碰撞出刺耳的铿锵声 红鹰剑撞 主子这蛇真是狡猾 竟然还有如此心思 这不是一条普通蛇 而是一条有点心智的蛇 凤鸟面具下的脸庞一片冷沉 凝肃道 这是赤鱼蛇 它是吃了千年火灵果 所以它的颜色才会跟千年火灵果很相近 它的目光越过赤鱼蛇的身体 落在它身后的火灵树 只见从玉碧绿的火灵树上 只有一颗火灵果 此时赤鱼蛇乐口一声 蛇眼中涌动着阴冷的光芒 注视着对面的凤妖等人 这时凤妖手腕一台紫鸟 这条赤鱼蛇就交给你了 缠绕在它手腕上的紫鸟便立刻落地 化身蛇龙形 瞬间十几丈的身体直立而起 一对如同大灯笼般的眼睛中 闪烁着幽冷的光芒 紫鸟目光不懈地望着它冷声开口 萧小爬蛇还不快速扶手投降 一个个目光震惊诧弹地望向紫鸟 千年骄龙亚 口吐人言 主子 连这等妖兽也能契约 而这时凤妖已经踩到了火灵果 只听紫鸟淡淡道 好了 好了 你可以走了 最后这颗火灵果就当是贡献给本尊的吧 赤鱼蛇乖巧地点了点头 却没有离开 反而朝紫鸟游近了一段距离 只见赤鱼蛇用头轻轻地磨蹭着紫鸟 一黑一红 一娇一蛇场景很是暧昧 紫鸟瞬间惊叫起来 尾巴一甩便将赤鱼蛇甩飞了出去 怒声警告道 本尊警告你不许离本尊这么近 本尊保护了千年的清白之身 不是你这等小蛇可以玷污的 赤鱼蛇猝不及防之下被甩出去 眼镜顿时露出委屈之色 紫鸟顿时一阵误寒 不许用这种委屈的眼神望着本尊 本尊不是你能消想的 为了躲避赤鱼蛇那纠缠的目光 干脆花卫玉卓飞到了凤鸟的手腕上 凤鸟看了眼 赤鱼蛇其实也蛮可爱的 拿到火灵果凤鸟并不打算多留 我们走吧 正当他欲将火灵果收入那绒中的时候 突然一道尖锐的破空声响起 空气中有凛冽的寒光闪过 透过层层雾气瘴气 快速掠来朝凤鸟胸口直接袭而来 凤鸟第一时间脚下步伐闪掠 红音用剑一挡 只见一把弯跃形的精美弯刀 此刻正被一位容貌身姿秀美的少女握在手中 少女轻蔑不屑的目光落在凤鸟身上 冷声开口道 把火灵果浇出来 可饶你不死 不等凤鸟出手 便见赤鱼蛇来了一个神龙摆尾 冲向那些人 瞬间他们被砸了出去 纷纷倒地 顿时地上横七八竖地躺了一地 接着赤鱼蛇愤怒地朝少女张大嘴巴 此生怒吼已是威胁 少女有一瞬的错得 火灵果被他们抢夺 怎么会来攻击我 不等少女细想赤鱼蛇朝他扑了过去 他不得不出招抵挡 很快那少女便被赤鱼蛇折腾得很狼狈 那还有之前的半分骄傲 眼中只是无尽的怒火 只见他手腕一翻 一张浮露瞬间出现 光芒涌动时间浮露消失 虚语只见一道破空声响起 一名身穿灰色衣袍的老者 瞬间来到他的面前 小姐发生何事了 少女怒指对面的碰腰说道 火灵果在他的手里 孙老你去杀了他们和那条蛇 顺便把火灵果抢回来 看到这名老者出现时 红鹰等人瞬间面色大变 眼前的老者给他们一种极其危险的气息 这老者明显是在武将之上 那可是武王啊 来了帮凶 使那女子更加嚣张 你们一个也别想活着出灵则骨 这是老者锐利的眸光锁定在凤妖身上 宛如高高在上的王者 几个小小的武将 包括一个弱小的武师 还有一条畜生 也敢伤我蓝家的人找死 只见老者话音一落 他整个人如同一阵飓风般冲出 瞬间掠到凤妖的面前 抬手一掌拍向凤妖的胸膛 老者速度极快 快到凤妖根本来不及反应 便见凤妖身体如荡的线的风筝 瞬间倒飞了出去 他面具下的脸色瞬间惨白 一口血喷了出来 凤妖眼里涌动着滔天怒火 他抬头目光愤恨地看向老者 心中却对紫渊说到可有办法杀他 有紫渊冰冷的声音在凤妖脑海中响起 对方是武王级 若我用力会被那老不死的发现 但可以把力暂时传给你 只是你会承受巨大的痛苦 这是红婴徐哲等人已挡在凤妖的身前 主子你先走 等会儿我们拖住他 老者不屑冷笑一声 惊天宁谁也逃不了 只见老者双手变动 手中心魂之力涌动 狠狠一掌拍来 红婴徐哲等人连忙做好防御准备 然而那凶猛的掌影却未落在他们身上 只见赤羽蛇痛苦地蜷缩在地上 有鲜血从嘴中涌出 瞬间赤羽蛇便掩掩一息 赤羽蛇凤妖眼里冷光闪掠 顶刻间只见凤妖整个人轰的 一下子气势瞬间攀升 直接从一名二星武师攀升至终极武王的境界 迎刺的面具下 一双狭长身幼的凤眸之中 涌动着骇人的冷光 杀意滚滚 这一幕令对面的老者与蓝依依等人 惊害无比地瞪到了眼睛 尤其是老者 不满皱纹的脸庞上满是不可思议 这怎么可能 没人可以做到瞬间 从二星武师变成一个终极武王 就算是磕丹药 也绝对做不到这般 只见凤妖伸手推开红鹰等人 目光冰冷地望着对面的老者 何来一遗 现在你们的死期到了 话落只见凤妖身形一动 抬手落下 手中的长剑狠狠刺向对面的老者 眼看那道剑盲越来越近 只见老者千军一发 知己显显地避开 却没成想被凤妖狠狠地力掌击中 老者瞬间脸色一片煞白 张嘴一口鲜血吐了出来 双眸不甘地争了老大 你你究竟使了什么妖法 凤妖剑撞立即再次发出攻击 这一次老者没有躲过 被凤妖一击刺中的胸膛之中 就在这时 只见老者浑浊锐利的双眸中 布满了阴质狠毒 他突然一把抓住凤妖的肩膀 另一只手则是紧紧抓住凤妖手中的剑 他的脸上露出疯狂猙獰的神情 就算死老夫也要拉着你一起死 随着他话落下 只见他身体急速膨胀了起来 就像是一个被吹了气的皮球 柱子 红鹰等人见状大惊失色 纷纷冲上前来 靠 又是自爆 这运气真是惨 动不动就遇上自爆的人 凤妖心中又惊又怒 一个武王的自爆 足以将整个山谷荡为平地 此刻他来不及多想 他松开气箭 想要退离老者身边 但老者那只干酷的手掌如铁钳一般 紧紧地前顾住凤妖 凤妖眼底不由漫上一丝绝望之色 这一次是真的躲不过了 汉果浩荡的力量在他耳边炸响 如同九天惊雷震的凤妖双耳嗡嗡作响 惊到紫渊 你也一起去投胎吧 紫渊瞥了他一眼 顺感无语 令凤妖惊讶的是 竟然一点也没有感觉到痛 凤妖睁开眼睛 不由错乐地瞪大了眼睛 只见一道修长挺拔的身影 荡在他的身前 紫渊满脸惊乐 关键时刻 他竟然抗下了武王的自爆 忽只见男子一口鲜血喷了出来 凤妖上前连忙扶住他 他看向凤妖问道 你如何了 凤妖目光复杂地望着他 我没事 男子点点头 没事就好 接着身形一掠 消失在了云泽谷中 宛如一抹流水 如他来之前那般 悄无声息 流水无痕 凤妖望着上方的胀气欲云雾 望着男子消失的地方 眼里露出思索之色 这人为何要救我们 紫渊摇摇头一惑道 北言国应该没有这种实力之人 紫渊顿时说道 有人来了 我把修为传给你 后会虚弱很长时间 若是他们趁火打劫 我们毫无反抗之力 当凤妖 红英等人看到眼前的四人时 不由的脸色一变 因为眼前的四人不是别人 正是姬子军 凤青月 以及姬子军身旁的两名武将 只见凤青月看着凤妖喝道 快把火灵果交出来 凤妖见状低声说道 身为北言国太子 为要拿到火灵果 定是做足了准备 红英恼怒道 该死 若不是时间紧破解 独单不够 羽威一同入骨 我们就不会这么被动了 就在这时 一只手抓住了凤青月的脚腕 苦苦哀求道 救救我 凤青月见状 立马把剑刺向对方 慢着姬子军连忙喊道 看着地上死人 他难道是天一成蓝一一 此刻凤青月一转头呼喊道 太子哥哥不要让他们跑了 凤妖转头笑言道 被你们发现了 星之现在不跑等待何时 方才有紫渊的力量支撑着 再等怕是支撑不住了 姬子军心中很是疑虑 此人势力庞大 若是与他交武 只怕凤青月抬头 看向有顾虑的姬子军 说道 我们若是能拿到千年火灵果 陛下一定会将天狐令给你 你在朝中的地位 也会更加稳固 姬子军双眼亲密 他自是知道 现在对方最为虚弱的时候 于是他手袖一挥上 姬子军与他们身边的 两名武将迅速冲上前 红鹰健壮立刻回身 拦住一名武将 很快便一脚将 想上来偷袭的 另一名武将踢飞 甚至还抓到了姬子军 将他结尾了人质 让他们都退下 否则我杀了你 红鹰手中的弯刀 冷冷地架在姬子军的脖肩 姬子军脸色微白 神情阴冷 有些难看 你们退后 红鹰抬手给姬子军 喂下一粒药丸 半个时辰内 你的修为尽失 不要耍什么花招 没想到他一人 可以扛下他们诸多人的攻击 而不落败 甚至还抓住了自己 姬子军无奈之下 只得让众人退后 半个时辰后 姬子军的修为慢慢恢复 太子哥哥 你醒了 凤青月的脸上布满了担忧之色 姬子军看着奄奄一息的蓝依依 去给天一城蓝家送信 就说蓝依依在抢夺火灵果 时被人虐杀尸骨无存 凤青月闻言 眼里流出一抹杀意 太子哥哥 我这就去杀了蓝依依 然后把刚才那些人的画像送去蓝家 凤妖心到不能回凤府 不然会被凤青月他们发现 还会让爷爷担心 所以决定去九王府养伤 回到九王府 只见姬黎渊的脸色 似乎有些过度苍白 这时凤妖拿出了 各子谈幕和地道一旁的红鹰面前 施以红鹰拿给姬黎渊 站在姬黎渊身后的 陆成军眼里露出惊了之色 最震惊的人莫过于姬黎渊 没成想夭夭冒着生命危险 采来的天年火灵果 竟是送给他的 这时身旁的陆成军联盲伸手接过 一脸欣喜地说道 谢王妃 心道主子守了两月的火灵果 绕了一圈还是回来了 半想只见姬黎渊抬起头来 他似望着凤妖 唇角微勾起一抹弧度 妖妖 这火灵果你拿着吧 若能练成丹药效果会更好 若是能一次出炉十颗丹药 到时大家都有份 凤妖忍不住扑吃一声惊笑 你当这是练糖豆呢 这火灵果可只有一颗 若是失败了就全部没了 但姬黎渊就是铁了心 要将火灵果还给他 我相信你尽管去练 凤妖的心中 升起一股壮志豪情 好既如此 那我便好好地研究一下 姬黎渊的脸上 露出一抹笑容 一抹发自内心的笑容 凤妖抬头望着面前的姬黎渊 没成想他竟会如此信任自己 在凤妖发愣间 只听姬黎渊温柔动听的声音 轻轻响起 妖妖 再过两个月 我们就要澄清了 到时你想要怎么布置洗房 或是有什么要求 都可以告诉我 凤妖一顿空气静没了半想 妖妖你若是不愿意澄清 也不必有顾虑 若是哪天你有更好的去处 我便会成全你 若是你无处可去 也可继续留在九王府 这永远是你的家 若是哪天你不想待了 也可以告诉我 我只希望你不要偷偷地离开 凤妖连忙出声解释 我没有不愿意 只是有些迷茫罢了 在她心中 姬黎渊是一个值得敬仰的人 值得钦佩的人 她不知道她是否喜欢她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 她并不排斥她 姬黎渊没来之前 空气中虽然有血腥味 但是没有这么浓郁 你受伤了 姬黎渊微微一愣 而后一脸淡然地说道 昨日出行不小心遇到了歹徒 受了轻伤不碍事 妖妖你可还觉得哪里不舒服 凤妖唇脚亲民我好多了 多谢你又一次收留 次日凤妖回到凤府 想起之前的事 凤妖不由疑惑起来 我从未出过北炎国 此人力量如此强大 为何拼命救我 紫渊见状便问 在想什么这么认真 在想那个替我挡下武王自爆的人是谁 等紫渊困惑到 能舍出性命救你的 也只有你爷爷了 可你爷爷没有那个实力 整个北炎国 没人能看破我的真身 只有姬黎渊像 知道我的存在一般 或许她有不为人知的什么秘密 就像你能暂时拥有我的力量一样 她也能够暂时行动自如呢 凤妖顿时睁开眼 那她凭什么舍命救我呢 哈哈紫渊笑道 凭你是未来的九王妃啊 好了我要睡觉了 说着凤妖将手腕上的手环拿了下来 你先待在这里吧 什么我之前把力量都传给你还虚弱着呢 好歹给我弄个灵水池子泡泡吧 凤妖转过头玩笑道 灵水池子倒是没有 忽然警察狐狸用灵茶泡仪泡可好 紫渊顿时哭诉道 我使用了秘法还要虚弱好久 为了你拿火灵果还被无名小蛇占了便宜 你竟然如此对我 好了说得如此可怜 这些你全吃了补充点修为 紫渊见到这些丹妖瞬间开心不已 算你这小丫头识相 第二天一早 陆氏就跟凤青月怒气冲冲的来到凤妖门口 陆氏大喝道 凤妖你这个贱人 是不是把陆家来的人全杀了 紫渊一看怎么一大早又被晦气找上门 凤妖见状走出来连忙回队 甚甚你每天一口一个无法修炼的废物来称呼我 怎么会觉得我有那种实力呢 陆氏逼向凤妖 行白那天晚上和我说要教训你之后 就莫名失踪了 连同所有护卫一起下落不明 是不是你搞的鬼 凤妖不怯道 原来沈氏的侄子说要教训我 您不仅没有阻拦还没告诉我 原意为您费尽心机 甚至不惜害死了叔叔的未婚妻才嫁入凤妇 一定是对凤妇有着无比深厚的感情 可终究沈氏还是陆家人呢 陆氏脸色瞬间一黑 抬手就向凤妖扇了过来 小剑蹄子竟然血口喷人 看我不撕烂你的嘴 凤妖见状后退一躲 就听一道男人的声音传来 给我把事情说清楚 呵来得刚刚好 凤妖赶紧到 叔叔说的难道是当年 我那未过门的婶婶突然自尽的事 那件是我现在的婶婶 应该是最清楚不过了